來大家好,今天要來講我們的台灣官員的基本要求 就是守法律 各位,你知道什麼叫做守法律嗎 你我就定義說什麼叫做修法律嗎 你說有一個法律出來,你就只修這個內容說而已 我問你,你要修什麼法律做法律 這有本身一個問題 你知道嗎,你的心了解你修什麼法律 什麼法律你要修 這非常的要緊 不是所有法律都可以修的 你說土尾也有法律,此處有我開 此處有我知道 要從此處去留下買入財 這是土尾的法律 所以不是法律你就都要修 我們要修的是說修,修什麼修真的法律 這樣才叫做修法律 啊什麼叫做真的法律 有公平的啦,有正義的啦,修正的啦 這個,在這個法律裡面才能修做法律 好像說齁,我們對所有人都要公平 你不能互白人歧視,如果對方沒有做錯什麼的話 你不能互歧視,不會因為你的各種的狀況 你是男的路的,你是怎樣那種的 你是比較小的,你比較大的 你比較老的,你比較少的 都不可以有歧視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公平 啊就什麼叫做正義 正義就是說,這個名字是贏的就贏的 是貼的就貼的,是貼的就貼的 是貼的就貼的,是貼的就貼的 你不會給它顛倒 你不會說明明這件事真好,你說這個垃圾啦 明明這件事很怕的,你說哇好棒棒 你知道嗎,你把顛倒數的黑白,那不是正義 所以我們你說的這個法律都有這個名字 啊當然這跟神學有關係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們聊這個 我再聊一個齁 我們未來地做台灣官員的基本要求 你是要守法律 守法律,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蠻大的 啊其實我都一直在講 我其實,你如果要想過我的考慮就知道 我都一定說的 我絕對不跟你談一些屁話 說的一些沒有的,差都沒有的 啊說的,我去向你打的關二十年啦 啊我去向你打的我多可憐啊 啊我怎麼會知道啊,我不是你啊 第一個,我不是你,我也不知道你講的是真來假的 啊有沒有誇大,有沒有縮小 然後還有,那個是你個人的事情 不是我們所有人的事情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告一個體驗,你的經驗 這跟法律不需要消避的 因為我們一旦要講到法律的時候 都是一個公法,一個公法 哦,好像說很簡單 我們的這個道路交通管理條例 那你管台灣所謂交通最主要的法律 就是道路交通管理條例 那我們定定你用的啊 他有跟你說你哦,行車可能都要靠右 啊你看一些規定有嗎? 那都是法律規定的 哦,他有相關的細則 那就是公法 啊那個公法就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 啊還有我們的這個交通的安全 啊還有用路人的路權 啊所以這特別定那個公法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大家都要收這個法律 上日總統下到最基本的我們的人民 你所有人你都要遵守這個法律 啊你如果沒有遵守這個法律出身 發生事情的時候你就要喊 總統也要喊 總統是說要怎麼教喊 你知道嗎?這就是公法 啊所以這就是我們在說 我們在說的這個公法 你看我們的身份證哦 台灣民政有身份證後面那個有一個萬國公法 那是你說公法的 我們在談論的是一個 普普普遍性的公共法律 公共性的法律 我們所有人要遵守的法律 所以那有卡到我們 譬如說我們台灣是一個國家這個問題 我們應該有一個台灣政府這個問題 這是什麼?這是萬國公法裡面在規定 它是一個公法 公法 啊因為我們現在台灣 我們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但是美國有那個意思 要讓我們台灣變成一個國家 啊這就是公法 公法 都有卡到這些東西 啊我今天沒有解釋那麼深 我今天就跟你講說 就是要守真的法律 進的法律啊 我們就怕要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我們守法律還可以再好一點 齁 我們都有守法律來 但是我今天還不夠 因為還有一些缺陷 啊這個是我發現出來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出來 齁 這個從 我們的內部管理裡面 可能要做一些 做一些修正 對 我們現在的狀況 比我來的前十年好很多 我們現在的狀況 比十年前好很多了 好 我跟你講你 我十年來什麼都沒有 我十年來的前 連新台湖論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只要什麼東西 你知道意思嗎 我來的前 我先跟他聽秘書長你說而已 我跟他聽到三個重點 第一個台灣的國際地位是日暑美戰 第二 美軍你占領台灣 他要信任我們這個台灣政府 還有一個中華民國是流亡政治 我就憑這三條而已就下去了 我那時候都沒信台灣人 這些名字都沒有 連身份證都沒有 什麼法律都不知道就只有三條 他說得對 我那時候的法律就只有三條而已 我是很早的 我是2011年 大概我五月份 我就先參加台灣人 我就在那偷偷摸摸 我就懷疑了 我就聽到 我四月份聽到 靈智聖在網路 YouTube在演講的時候 人傳到我 我就衰賴了 我那時候法律就只有三條 什麼新台灣論 我們的台灣政府生分證 我說那都沒有 我是2011年五月份 我就來了 我那時候都還沒有進來 受訊都沒有 那時候想到第幾季 初期班好像不知道 第八季 第九季 那時候兩禮拜開一間口 那時候我們好像2011年初 初期班 我們開第一次的初期班 第一件的初期班 第一次的初期班大概是2011年 大概是1月 那時候我不會來 我第一件來台灣民進的時候 開到第八季 那差不多第八季 那差不多五月份 那時候兩 兩 兩個禮拜開一班 一個月開兩班 那我是第十 我是初期班第十五期的 我正式進來九月份 我都要過去 那時候新台灣的這些名字 我沒有了 也沒有身份證 什麼都沒有 就憑信心 他說的這條三條而已 我每次聽聽 我每次聽聽 他每次主要都在說這三個 台灣的國際地位日數美戰 這個 主要怎麼在看 美軍在贊助台灣 他要勝利台灣政府 那這個中華民國是流氓政權 我只聽這三條就來了 你如果不是 你去問我們很早期的東西 齁 在那臺灣民進來面 現在有在外面 我看沒超過十個 差不多剩那十個而已 我還可以說 我沒死我遠老 今天我沒騙 我一定算很早期的 你不要動十年了 我那時候什麼都沒有 三條而已 但是 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我那時候好像三條而已 但是我跟你說 這是法理的核心重點 沒有錯 但是我跟你說 你說我那時候對台灣的 國際地位沒有清楚 我仍然不清楚 我還是模模糊糊 我知道他講得對 但是 所有細的內容 我覺得我還是很懷疑 我還是覺得怪怪的 因為我們想中華民國 這個詐騙交 影響有的毒素 所以當你排毒 當你把架 拿掉 要換新的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要換政客的新的 那個過程 所以我就在那裡出來 所以我很清楚 我們那時候法律就跟他殺掉 也沒有新台灣論 那時候 那時候 你說什麼 國 國際的這些名字 還沒有 但是我知道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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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他說的這就是 台灣國際地位裡面 尿海 不是 他說的 真的有 那 我們 11月份 2011年的 11月份 開始辦身份證 我第一回去辦的 我去看有這些名字 啊 不真的 因為 令人說的都真的 他 他講的是真的 真的 真的 我看了 我看了 看了文件 我阿公 我阿嬤那個嫁 真正是日本人 我阿嬤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那個工的 那個 那個心情 真的 我回去再問我阿嬤這個問題 阿嬤 你日本實在是沒有叫存主 我阿嬤說你怎麼知道的 還有 你有發現到嗎 我 我你說的名字 都什麼名字 都法律證明 我都你說法律 有沒有 我在講法律 我有去我們的地政事務所 沒有 我們的副政事務所去 我們阿公阿嬤 那個時代的副籍成本 那就是法律證明 我調到那個名字的時候 幹的 我日本的高小孩 啊 這法律啊 他現在不知道 是否認的呢 我拿到這個名字 我翻到你那時候 我就跟秘書長說 欸 秘書長可不可以不要當日本人 阿 秘書長 秘書長就笑出來 他說 阿什麼原因 秘書長 南京大屠殺 秘書長 噴出來 說 他就笑出來就對了 他說 南京 我說南京大屠殺 他就說 哎呦 你知道嗎 他就說 阿 沒辦法 阿 再來後 他就說了 他就為了 這件事開口就在說了 他就說這南京大屠殺 都假的啦 你知道嗎 他就為了我跟他說這件事 他就在說這件事 他就在說這南京大屠殺都假的 你如果不是你去齁 你去齁 看那個時候的 印帶 他就去說這些問題 阿 這個問題是我提的 阿 他就說 阿這都假的 對啦 那就是你 你齁 想這個 國民黨 他們這個 小鬧所做的 阿齁 我就跟他說 阿蜘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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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你給我騙我知道 阿你說的是對 因為我認為國民黨的都很嘲笑的 他這樣說我就聽了我 各位 所以齁 我們有一個過程在很無敵的狀況 無知的狀態 還是很可 非常可笑的狀況 我在想說 秘書長 我沒做一本人 我南京大屠殺真的 我跟秘書長這樣說 但是我問你 這就是你 你 你求 真相的過程 你一定會不會 錯誤 因為你的鬧裡面 受這個中華民國贊人教育裡面 幫你管 阿你現在要整個 瘦瘦掉了以後 你要換新的 你會說 像我講的這個情形這樣 阿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你要 你要回到真相 我跟各位說一個很簡單的 收法律 你去討那個法律的東西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這樣最清楚 我後來齁 我就一步一步 能夠慢慢解讀的原因 就是說 秘書長就跟我說一個要害 他跟我說 你 你都收法律就對了 阿他想我聽不懂 但是我知道他說的是對 阿他有 他有從我去看新聞情 他說你去辦新聞情 我去辦新聞情的過程 我就看到這個政府 阿公阿嬤夭壞了 阿祖阿台 全部都是 我把我們家的這個 綽報的都說 都顯出來 我顯到我們太祖 記得 完全都是一本 完全 對 那個名字 大政跟朝和 那真的 我相信 我們所有 都去辦新聞情的 你都知道 這都是我 那鐵板丁丁丁的 那你沒吃了解 那就有 那一本時代有 我太祖 我阿祖 到我阿公 都有 阿我又問過我阿嬤 我又給他求證 阿嬤你是一本時代 是不是叫我存主 他說你才知道 那連你阿公也不知道 你才知道 他說這給我這天本下來 阿我你的來孫阿 我去 你故證書所給他調調你 日本時代你叫什麼名字 我阿嬤日本時代你叫什麼名字 我阿嬤日本時代你叫存主 我才知道 阿這真的 這不是嫁 必須長這個說的是真的 阿我 為什麼的 這樣這麼大的準備 是因為我去看到什麼 法律 法律問題 這就是法律 要求的 人 故證書所的人 幫你定義 那是用手 那是用手 那是用手操的 那一隻一隻給你操的 那一隻一隻操的 我去看到那個毛筆記 我有想說 阿這不能做嫁 因為那一隻毛筆記 都不一樣 那操的人都不一樣 那湯入的人都不一樣 那有一個正本 有一個副本 啊 阿我們的都副本 正本 叫日本 帶回去 你知道意思嗎 我才找到這個米香 阿真的啦 真的是 真的是日本人 阿 阿 你如果要回合 正常你要記的修法律 阿 阿 很簡單的 不管什麼人說什麼話 喔 講得了以後 你要去看法律 有或沒有 這樣就好了 吹的都假講 欸 他要天花亂罪 講那有的無的 那都不管了 你要跟他查說 他現在你說的這 到底有法律嗎 有沒有法律根據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那你有那你就信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那個有證據 那有法律政筆 那 他 他那無才了解 比如說 那個下 那個下官條約 他就說 台灣須於 台日本帝國天皇 阿 那就是法律政筆阿 那怎麼會嫁的 那都公法耶 那都萬國公法耶 下官條約就是萬國公法耶 下官條約就是萬國公法耶 那就是國際條約耶 那你敢知道下官條約什麼人 你知道嗎 美國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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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官條約 喔 杜樂斯的阿公 他齁 去起草這個 下官條約英文版 所以 這是萬國公法耶 齁 我們 台灣須於 日本帝國就是 這個下官條約啦 阿 這法律政筆阿 我 不可以否認耶 我看到那個文件 必須你給我看 齁 啊 又跟我說 哎 你敢知道我們的 我們的 台灣國際帝國法律裡面 有一個要害耶 我們有皇帝耶 我說 必須你怎麼有皇帝嗎 我有啊 我想說 阿對齁 天皇就是皇帝阿 那個 下官條約上面 頭上說的是 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 阿 皇帝陛下 不是皇帝嗎 我想說 阿幹 老兄咧 齁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你會忽然敢對這個 台灣的國際地位 你會亮一個燈 齁 啊你就刺了 啊你為什麼刺起來 因為有法律政府 有法律政績 齁 啊我們這個生活 也這樣叫人家 你就報我看 齁 他上課就 報我們這學院看 我看了那麼厲害 真的耶 不是假的耶 台灣水 台日本帝國天后 齁 啊我又去兵齁 我後來我就去兵齁 兵這個大日本帝國憲法 有嗎 打開 看了之後 啊真正有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 有 真正有 日本帝國 就是大日本帝國 真的 那都真的 那不是假的 啊我現在會了解 台灣的國際地位 是水 台日本帝國 帝國 齁 啊我為什麼能夠這麼明白 齁 非常明確的跟你講 因為我有法律做根據 我不是空水 我不是空水 佛資 佛資跟你講 我就是台法跟你講 因為我有看到 我以前就看到了 啊 啊因為齁 我就是 先知道的 齁 啊你們一些 我比較慢來 可能是比較慢 但是我很早就知道 啊我還有證據 啊我都報你 報你 報你這裡 不要看不看 齁 所以你齁 要齁 會好 會好 會把你報 法律的人跟你講 跟你講 名字在那裡 你自己要去看 啊你看的 有了 你就知道 啊這就是政府 所以我們的學員來講齁 基本上 我們的同心來講 基本上 你齁 只要守法律 齁 啊你去求證據 啊基本上 只要法律有 啊那就是政府 所以正義說 我們後來就你說啊 這個法律就是 最好的政府 你們都現在講到那麼多 啊到底真的假的 查法律 中國人最厲害 中國人就那張臭罪 他去臭嘴 騙共的名字都沒有 我去給他查都沒有 啊不然就不是那個樣子 所以中國人都詐騙集團 他們都自己去騙自己 啊再來騙你也要去騙吧 所以中國人 他們都是一個 共犯結構 一個詐騙集團 他們就是靠騙 對 靠騙 啊因為他用唱的 啊之後他要製 人家說會製圓其說 所以他就過來就用騙 所以 手跟騙是兄弟 啊還有台 齁 這都標兄弟 齁 人家說騙怪頭 我告訴你 全部都兄弟姊妹 你如果會騙的人 你也會跟騙 啊我也 現在啦 懷疑說齁 你會跟騙 欸 你知道他是什麼 這騙我 頭手這個名字都兄弟姊妹 做歐杜斷的都那些啦 欸我也看你都全面你跟騙的啦 我也知道說幹你這齁 你齁 我穿起來 齁 好像亮一個燈啊那些齁 我穿起來就是說 我們有去看法律 啊我們有去看政府 那就是法律就是最好的政績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你不要再跟我講 你說的都沒有 啊我看法律有 齁 你應該懂我的意思嘛齁 法律是最好的政績 有就有沒有 沒有就沒有 因為你要瞎做法律來說 瞎做辦國公的 這個名字是很困難的 那是兩 那是幾個大個國家做的 就在簽的 有譬如說 舊金山條約 那四十六個國家 就在簽的 那是假的 那是假的嘛 那是真的啦 你知道嗎 那就是萬國公法 因為那有很多個國家來做見證 齁 我會處理台灣問題 我會照舊金山條約來處理 所以現在要處理台灣問題 要按照舊金山條約來處理 舊金山條約來處理 舊金山條約裡面有一個 那個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在台灣沒有簽 他死了 他完蛋了 這就是萬國公法的威力 因為那四十六個國家做見證 所以中華民國絕對要離開台灣 因為他在舊金山條約頭上 他沒有簽 那是萬國公法 那是四十六個國家做見證 大家統議說要怎麼來做 美國跟日本國說的都對 這樣你們就要怎麼來做 我說各位你就聽說 什麼叫做修法論 你知道嗎 你有越多有公信的 有公信利人幫你作證的法律 是越有效力 你說像這個舊金山條約 我告訴你那個等於是我們的天條 因為你處理我們台灣國際的天條 就是舊金山條約 這個舊金山條約 你決定台灣國際在於高於一切 最關於這條 這連美國總統都要遵守 你說日本天皇要不要遵守 當然也要 因為這是萬國公法 這是國際法 這是國際條約 你說連美國總統都要遵守 我們這修法怎麼不用 你不用說了 你就只有四月份而已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這就是說 法律就是最好的政府 我們如果要處理台灣 我們就看說台灣的國際條約 現在在國際社會 到底他生做什麼樣的 你就把兵舊金山條約出來 你就知道什麼事情 我們台灣叫日本國政府放棄 把這個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軍事政府處理 這樣就對了 因為 你跟我說什麼 我告訴你 這就是 舊金山條約裡面的規定 你不會送去改法律 因為法律他就成為這樣 這是一個法律的屬性 台灣的證明和討論 是把美國軍事政府放進去 什麼 你知道意思嗎 這是法律規定的 這我也不知道要改 因為我看到這個屬性 就像我看到下官調味料一樣 台灣屬於大日本帝國 啊 台灣屬於日本 我又說阿嬤日本人 我就跟秘書長說 秘書長我可不可以 不要不當日本人 就是不要當日本人 啊 再來秘書長也不知道 我說這南京大屠殺 噢 那日本人很壞 再來必須就笑出來 欸 再來就跟阿公 那都不贏了 啊 他我想說 欸 真的 真的他要說一下 為什麼 因為 南京大屠殺沒有法律 你如果沒法到政府說 這有 南京大屠殺 他們有簽一個約 這有南京大屠殺 然後 我 日本國政府 向你 中國政府 道歉 沒有啊 沒有法律啊 那都真正公共 你如果知道到底有 沒有 還有 這個南京大屠殺 是發生在什麼時候 完全是在那個原條 原條也有 南京大屠殺 清條也有 南京大屠殺 中國很多地方都有大屠殺過 他們都 中國人都 抬來抬過去 每個朝代嘛 你大屠殺 你說 國共內戰沒有大屠殺嗎 那 國共內戰打了 要 共產黨打了 中國四六千萬 保守估計四六千萬 你說沒有大屠殺 中國哪個朝代沒有大屠殺 那個改朝換代就是大屠殺 把你抄到不走 抄了了 你如果不好將的話 全部都抬了 跟中國共產黨 跟中國共產黨一樣 那些改條 如果在台灣也沒有大屠殺 我們台灣的精英 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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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耶 我也有這個新情侶 集結束音培來的 不是沒有耶 我這樣說你就聽了有 所以我們要確定一件事都法律你確定的對不對 我已經講很多很多例子了 我又跟你說你要確定一件事是你以法律為準 法律有就有 無就無 這樣比較準 好像說我叫什麼名字 我叫両方他 你如果不是你去查我 你去負政事務所調一個這個人 他是不是這樣幾歲 大家怎樣 你如果說他要給你看主要 你用你的方式去調一個主要就知道 有名字是真的有這個人 你說為什麼因為這法律規定 因為這負政事務所的相關的復集法就是這樣定義 人家就照樣跟你做 有什麼這個法律規定的 所以這真的 這個人真的有 那就是我 你知道的意思嗎 這是有什麼法律規定的 比如說我的這個就業 還是我這個什麼狀況都有 那這有什麼炒 因為有法律規定的 好像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他現在是什麼情形 你如果看舊金山條約 台灣關係法 跟我們的兩次抗美案 你如果去看這個法律 你就知道說這都真的 因為這法律規定的 現在台灣就真的是政治戀儀 給你一個中華民國台灣 這就不是國家 國不成國 家不成家 那這一個事實 真的台灣現在是政治戀儀 那台灣的國際地位是日俗美戰 這都真的 那這什麼原因 這法律規定的 我們都一直在說這都法律規定的 你聽到有沒有 我們都去查過 我都查過 有什麼都真的 因為說這個秘書長 剛才他在說的這個 我們在說的這個法律 我跟他查都有什麼 我跟他查都有什麼 真的跟他查都有 所以我跟各位說 修法律很要緊 修法律 因為法律一般寫的都是公共事實 法律會寫的都屬性 法律都是最一定的人在寫的 那個比如說是 整個都那個時代的權位在寫法律 比如說我們現在人類的利率是 美國政府在寫的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它是我們現在全球的權位 你如果你寫歷史的人 你不能做嫁 你要這樣寫我們人類的歷史 都是權位在寫的 我說不只日本政府在寫 不只是美國政府在寫 很多國家的政府都在寫歷史 他們會正確 事實的紀錄歷史 要以法律的方式來確定 這件事到底有 以法律的方式來說 真的到底有這些事情 所以我跟你說 你寫歷史仍然依歷史為準 沒有 依法律為準 歷史仍然是以法律為準 如果法律有 說的這件 歷史就是真的 法律如果沒有 就是人家親知公共的 你不可以記錄歷史 那記錄歷史的東西 基本上都要有法律 不就是你有那個證據 你有考古的證據 我跟你說 你說的是事實 我不能否認 你知道意思嗎 要有證據 所以這個 什麼是法律就是證據 法律就是最好的政府 對 我們有法律就是要查政府 到底有證據 沒有證據 我們台灣是不是日俗 美戰很簡單 你去查你的父母 就知道 查你阿公阿嬤的父母 是不是日俗 真的 是不是今天美軍 你證明台灣真的 是不是日俗美戰真的 那時候我們就只有三 只有三條法律 就只有三條法律 台灣國際就是日俗美戰 美軍你證明台灣 中華民國是流氓政府 三條 真的 你如果比較早期來的東西 還沒有新台灣這種 還沒有新台灣這種 這種 這種東西的 都沒有這種 那樣的 連新聞情都沒有 你不要騙阿伯 你不要在那裡大過 我知道一開始什麼事情 因為我有來 我就清醒在那裡 你問我 我跟你說我什麼都沒有 我只有這三條 我只有這三條 我就來了 因為我知道他說得對 我 照我對這個 一般台灣的 這個 理事的理解 他說的是 好像是真的 對 好像他 重要的是講到 中華民國是流氓政府 我在想就 對 對 這個中華民國就是 中國大陸 人家走來台灣的 幹 這就是 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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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流氓阿 國民黨流氓來台灣 這真的 人家說 怕輸招 我小時候 五六歲我想說 嘿 就是人家說這個 怕輸招 那怕輸招 到底是什麼 我小時候更大 我才知道說 那你說國民黨 國民黨走來台灣 那怕輸招 我才知道更大 我才知道 哦 哦我才怕 我五六歲我小時候 那怕輸招 人家說怕輸招 我常聽那些事 我們鄭家的事 都說怕輸招 對啦 你知道怕輸招 就跟你說國民黨 那些人怕輸招 跑來台灣 對啦 啊這個中華民國是 流氓 流氓政府 這樣剩這樣對的 我小時候就聽了 我都知道這個事情 齁 所以我們今天也跟你講齁 我們認好 事情就是要求什麼 求法律 啊法律就是一個輸 法律就是一個事實 我今天就是要談這個的要緊 齁 齁 那 再來的 事情就我來說 會比較好一點 齁 我來說因為我有親身的體驗 我從沒有新台灣論 我沒有新台灣論 我剛才來的那個時候 剛才沒有的 新台灣論這個名字 是差不多在2012年之後 一後 比如說我們這樣不行 我們要一個參考書 齁 他就說我現在有一本著作 他就把新台灣論 拿出來說 叫我們的動心來可以 你就選購 他也沒有強迫 他是選購 他說你們買一本 回你看 你知道意思嗎 你們回去看 齁 對台灣的國際論 你會越幫忙 新台灣論我也考過 我第一次考過 你如果不是 成吉他還會老 我也有考過 我有考過 但是我沒有參加 因為我不在做 我第一次 我有考過 新台灣論內容 我也熟 我也看過 我怎麼沒有看過 我都看過 你 你說的這些名字 我都經歷過 所以我 因為我就是 清新都經歷過 所以我來講 這裡 有幸福利 我今天就是 要說這些問題 齁 你要記得 新台灣論是一個參考書 而已 他不能做法律政策 你聽我說的意思齁 什麼可以做法律政策 你知道嗎 舊新三條約 台灣關係法 兩次考美案 這法律政策 還有你的負責騰本 我們的阿公阿嬤 那都日本時代 幹那法律政策 那你不用假笑的 下官條約 這都是法律政策 那鐵板上面 銷蓋就是要蓋 他也不知道要蓋了 你知道意思嗎 這隻法律政策 我們要看就是看這些 你知道意思嗎 對我們台灣國際地位 最要緊的就是三個法律 舊新三條約 台灣關係法 跟我們的 林志森和林子安的 兩次考美案 這最要緊 因為這法律政策 這你不能推翻 我們最要緊的法律就是這些而已 你知道嗎 我們未來這個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這個台灣政府的架構 就是按照這些法律的實力 這都是最要緊的 我們政府是怎麼來的 我們哪有法律政策 你這台灣政府怎麼 我們法律政策 我很清楚我們怎麼做的 我剛才說的 這法律都把它做起來 他就是台灣政府 你會寫基本法 你會去寫這些名字 所以你不要在那裡騙阿伯 說什麼 這些名字 不是啦 那我都 那我都不經理過 我知道 頭背什麼 經營 所以我來講 會 比較有信服力一點 我告訴你 這 裡面的狀況 所以 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新台灣論是 國際法嗎 是國際條約嗎 不是 這是一個參考資料 給你做參考 你如果什麼都不知道的人 你去看 新台灣論 裡面說的名字 你會增加你的了解 那對台灣的國際條約 理解也有稍微幫忙 但是我告訴你 那不可以做法律政策 正如說這樣 人家美國軍事政府 拿這個 舊新山條約出來 你如果拿新台灣論 告訴你 我要拿新台灣論 做法律政策 那不可以 不可以 你也是要以這個 舊新山條約 裡面講的 這些名字 做真的法律政策 你不能拿新台灣論 去否定舊新山條約 裡面講的名字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這樣叫法律電到 因為 新台灣論是 一個參考書而已 參考書你知道嗎 參考 那不可以做法論 定義說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新台灣論 跟舊新山條約 裡面說 舊新山條約 這個 法律條約 按照正義 分解 為準 你就不能拿 這個 新台灣論 刷法 跟舊新山條約 在舊新山條約 新台灣論 不夠 那是 參考書而已 那一個人的言論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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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超過法律 你還是要以法律為準 因為我情形就 剛才這個問題幾十個 他都說 欸 比如說 我你說法律 他你說 秘書長的 這個 新台灣論 就沒有這樣說 我跟你說 秘書長的 新台灣論 裡面 很多都沒有說 我今天就是要說這個 新台灣論 不是我們的聖經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不是我們的聖記 那是參考書而已 你仍然還是要以 條約為準 我們你說的這些條約 為準 我待會兒告訴各位 我相信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這是我剛才說的第一個問題 我都去尋找這個問題 尤其是後來才來的 童星這個問題會更大 那像我很早就來了 我那時候 沒有新台灣論 你騙阿伯 我來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都只有三條而已 對啦 但是我後來的了解 這就是因為我去看法律政府 去看法律條約真的有 去找證據 真的沒有錯 這是這樣子 這樣理解嗎 所以你還是要以國際條約為準 講得簡單的 你要以萬國公法 依國際條約為準 你新台灣論 你可以做這個 做這個 算說 你的參考書 看看這樣就好了 但是你如果有問題 你也是要以國際條約為準 講得簡單的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那我等一下會再講這 講這些東西 再跟各位講深一點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關於秘書長的歷史定位問題 我跟各位說 一件事 我認為這件事情 真的是很嚴重的問題 我剛才來的時候 我也坦然跟各位說 秘書長 有一段時間 在我們臺灣民眾裡面 差不多 變成像神明 變成像神明 好像要被拆掉了 那我的神明 我們 其實我們來坦 有一個造神運動 你知道嗎 那個偶像崇拜 就是秘書長 秘書長 講的歷史 像性質一樣 今天有一段時間 是這樣 這樣我也不可以亂說 你如果 當自己在大股 你就知道 秘書長 那個事情是權威 權威 就是這樣出事 很多人就用秘書長的歷史 去跟亂收錢 你說這秘書長要收多少錢 什麼樣的要用 每個人都秘書長說的 那一個人秘書的 都說秘書長會說的 你看亂收就 你利用犯威 利用神明 這亂收 我們家裡都有看到 這不真兒子 你娘 這不真兒子 那現在果然 人後來 你聽的時候 就把秘書長塞給秘書長 都秘書長收的 那是他個人收的 他現在都把 塞給秘書長去 全部去檔 你知道 他就利用這個寬威 這做寬威 寬威之後 他在下面要練才 他私人在那練才 他把這個秘書長說 這都是秘書長要收的 哇 還要死 我跟你說 這裏面三千 這很多問題 都跟亂收錢 對 分不清楚 真的 這裏面很亂的 那個時候就是 產生這個問題 我跟你說 你如果有 管理裏面 那很多人 你利用管理 塑造 權威 就用權威 跟我們的同心 刺壓 幫他亂收錢 那 假傳聖子 在那 下腳在那 黑白皮 那我都有看到 我們很多通心 這老的通心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死的 你都做檢証 是不早 都要幫你摸 那些不真假 那些不真假 啊 這海的秘書長後 去擋這個桌 都在那裡 乖 都這不真假做的 都把秘書長 那裏面把他摸 咧 跟他兄弟一樣 結果要下的 那些 對秘書長 最保一點 把他摸做像是 那些 那都把他摸的 所以你把秘書長 推兩個 我看他後面都判軍 真的都出問題 這個就是造神運動 台湾民主 來佈一段時間在造神 你利用身名 你把他似的 其他這些血緣咧 你們亂收錢咧 亂七八糟啊 這些內褲整個二咬咬 你又產生一大堆的仇恨 就分裂 就裂結 就開了 這有經驗的人 你像我這有經歷過 我就非常清楚什麼情緒 哦 是這樣啊 他們都在利用心明咧 你把鼻子丟動作心明 要利用咧 你利用神明你知道嗎 跟我說的 那個國民黨的那些蠟燒警署 怎麼把酒給酒死掉以後 他裁作心明 要用酒給酒 你騙我們台灣人民 有沒有 你給我們uping 有沒有 用酒給酒這尊神明 你給我們台灣人抵 有沒有 你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我告訴你這個造神運動 我們來不及早不及過這樣 這跟國民黨的這個 這個把酒給酒鴿燒警署 那造神都是一樣的東西啊 齒鋒不可掌 你不可以在裡面造神 這些美軍一定很不敢 一定非常討厭造神運動 你不要把鼻子丟動作心明 不要給他造神 齁 你可以感念紀念秘書長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因為這法律是他教的 啊他是看不出來的 這點我們要給他做 這樣就好了 僅此於此 不要再做下去了 齁 譜我好像是世界為人一樣的 你如果這樣摸下去 我告訴你 你阿哥的事 我不會給你騙 你還有事 我不騙你 齁 不要去造神 齁 他就對我們台灣的抗憲很大 這樣就好了 齁 我們可以把他記念 把他開念這樣就好了 齁 僅此於此 齁 不要把他捅做神 然後去利用這尊神明 改天去做壞事 任天都說美術長說的 都說美術長做的 他死了他不知道做這些工作 那是你利用這尊假的神明 齁 你起了人明 你起了這個什麽 我們 內部的官員 齁 我這樣說你就聽了 這個是 中國人最會利用的 就是用齁 你知道齁 假的神明 你創造一尊假的神明 去給他老百生地 你給他吃 你給他起了 這就是中國人最愛的 都製造假神明 那都去齁 欺壓百姓 對啦 好像我們這個什麽所謂 媽祖出損 這也同樣的意思 真的媽祖會出損 是什麽人在出損 是什麽人在出損 是那公的神道在出損 你聽我沒有 那是假的啦 沒有這種東西啦 那你那個人齁 自己欺壓百姓做出來 那就是偶像崇拜 這你如果看信經 你就知道 不可以製造偶像 不可以偶像崇拜 這是諜條黨罪 因為你會去集體犯罪 我等一下會講這個 好今天就講這兩點 齁 你要修法律 不是修新台灣論 因為新台灣論不是法律啦 拜託齁 你如果人家在美國公務政府 那個官員都很 你如果說新台灣法律 誰理你啊 我不會看新台灣論 我會看我美國自己的國際法 我們用英文寫的國際法 我們要看這個啦 那是我們國會通過的啦 你知道嗎 人家 美軍只會 他們只會守美國的法律 我們美國通過的法律 跟相關的這個國際法 這樣而已 他不會跟你吵 他不會看新台灣論 他不會去看你新台灣論做參考 他會照他自己的法律啦 照我們美國的法律 照這個國際條文下去做 譬如說舊心山條約 台灣關係法 兩次控制 人家會照這個法律下去做 所以人家 美軍再來要進行法律 就是我講的這個法律 齁 他不會拿新台灣論再作非 你放心我幫你保證 他們會照他們美國自己的法律 人家都看英文的啦 人家看不懂新台灣論 來看不懂 那是參考書而已 那各位清楚了嗎 齁 你們還是要以國際條約為準 我很怕 齁 你都拿新 你都拿新台灣論在動什麼 在動國際法 我不知道為什麼內部還有這些的 你們現在是怎樣你知道嗎 拿新台灣論當劍把 啊 說 啊這是新台灣也沒說 你知道嗎 都說新台灣都沒說 啊你說的都不對 我說的這個舊心山條約都不對 啊有這些名字都不對 啊 因為他怎麼說你知道嗎 他說 啊 啊我們的秘書長在那 這個什麼 這個新台灣台銘 啊沒說這樣說啊 啊你怎麼有這些名字 你在那裡來的 啊我說這法律說的啊 對啊這法律說 法律就是這樣說的啊 啊說給他聽 對啊啊我剛才幾個件 他都說啊這都不是新台灣論說的 新台灣論很多沒說的啦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他是參考書而已 他不是性質 啊你當作性質 啊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你本末導致這樣 是國際法跟國際條約更大 還是新台灣論你 你自己夢中心說 我如果美軍在那邊頭前問你這個問題 我拿法律下你 你是要收 舊心山條約裡面說的這些條約 跟台灣關西法裡面說的這些條約 或是要收林志生的這個新台灣論 你跟我說 他馬上就可以決定你的去留 我們拿法律跟你說的 因為你不用說什麼 你要去挑 你要說我要 純收舊心山條約跟台灣關西 跟兩次講 我要純收這個法律 那這樣就對了 你這樣就過關了 所以你要收法律啦 你不是收新台灣論啦 新台灣論裡面很多名字我沒有跟你說 我跟你說 那我讀過 新台灣論你讀過的狀況是你會不會清楚 你會知道有很多名字你不清楚 你讀過之後你的問題又越多 你讀新台灣論之後你會有一種想法 我要去找答案 我要去找答案 找到最小 你要找對 找國際條約 對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條約 你這樣才會清楚 新 我們這個新台灣論是一個開胃菜 齁 讓你吃比較多的 這樣而已 但是你開胃之後 你就要去找 齁 你要去找 舊心山條約台灣關西法 你來報 你才知道裡面你說什麼 沒有你我告訴你會讀過的 你會讀過的 你會讀過的 新台灣論讀過的很好的 很好的 問題又越多 那我讀過了 我讀第三名了 你以為我沒有讀 我讀過一天而已 我讀過一天我就讀第三名 真的我不會騙 對啊 我讀過一天我就讀過 在裡面說什麼 大概 我讀過七十幾分 好像七十三十幾分 我忘記了 第三名 真的啊 我們的改靠好像 好像要三十幾 我們第一改 我是第一改 我是第一改 我好像考第三名就對了 我有特別去查成績 好像七十幾分 我是第三名 好像有相關的 考八十幾分的 我好像考七十三的 我第三名 有我們考八十幾分的 有啊 所以你證明說 我有打了 我怎麼不會打過 我的考數成績又低的 怎麼沒有 所以你們經歷過 我都經歷過 我跟你說這個藥在這裡 好 我今天要講 就是講兩項 兩項 就是講這個 這個 神 神像 秘書長的著作 不可以取代國際法 不可以取代國際條約 你還是依國際條約為準 好不好 然後還有秘書長的歷史定位 你自己紀念就好了 你自己尊重 你自己紀念就好了 僅此於此 這樣就好了 不要造神 不要利用秘書長在做壞事 你自己的不要利用秘書長在做壞事 還有在裡面搞分裂 這我警告 不可以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都看過這個慘案 真的 他在利用秘書長 他都說 秘書長說要收多少錢 他去把壞事 亂收錢 真的 我不會跟你騙 那我錢也就 我都看得到 他在收錢 他說這個 秘書長說 對 他是秘書長不說 他是他自己說的 他都說秘書長 秘書長很無形 他也不會去插上 你齁 到底你齁 在舟裡面到底在做什麼 他也不知道 那是有人去把它補掉 他後面在東創事件要補出來 說哪有這樣 我就不說 你怎麼會收 海啊死了 海啊死了 這些三成一關 財務的糾紛 都在這裡來的 好 第二個 我們今天要講的政題 就是 1.台灣政府USMG TCC的未來執政大致狀況 我們要執政的狀況 未來是什麼狀況 2.台灣民政法法理訓練語的訓練狀況 應加強正確的基本訓練 我們的訓練要加強 加強哪裡 加強國際條約 不是新台灣運 我不知道為什麼後來變成這樣 應該是加強國際條約才對 國際條約本身你對那個法條要清楚 這樣就好了 因為那個政筆 那不再要改 這樣就好了 3.遵守法律是台灣政府官員第一守則 法律是權威及審命 你如果說台灣民眾裡面有審命 這樣就是法律 法律就是審命 國際法 國際條這就是我們的審命 在美國這個國家法律差不多就是審命 差不多是相對 你知道的意思嗎 法律就是審命 你應該聽我講的 你應該聽我講的 意思啊 美國在決定所有的事情都是法律 所以他們 有很多法律的攻防戰 你知道嗎 包括這件的選舉的問題也會有法律改冠 你說 這個川普總統給我這要把他送下去 我跟你說這也有法律在改冠 可能軍事法庭還是什麼法律會下去解決 我們要用他們的法律去解決問題 你說什麼 美國在這方面經驗非常豐富 很豐富 所以我跟你說 在美國這個先進國家來說 你能說法律就是審命 法律就是他們的審命 美國人非常普遍他們的守法律 非常守法律 普遍上 哦 大家說的法律都很怕 好像去討論市民 你知道意思嗎 你如果說法律就怕了 美國人民就怕了 你說我的美國法律 我要聽你說 我現在到底去考了什麼法律 你如果說你考了什麼法律 他還會聽得更仔細 所以在美國這個國家 上流社會 他們是遵守法律 最不容易在法律下面做事情 合法 所以合法很重要 所以我如果說 我們台灣民族真的有神明 那就是法律 法律是我們最高的神明 這樣好不好 你如果要真的裁一個偶像 你就說國這個我是我的偶像 這個法律就是我的偶像 這樣就好了 你如果說要裁一個偶像 你裁法律 法律是公法 所有人都要修的 美國總統你也要修法律 美國總統都要修法律 我們不用 要嘛 所以我們也是說的 我們也是要修法律 我們也是要修法律 連美國總統都要修法律 我們不用嗎 我們還是要啊 所以修法律 你都把他動作是神明 我們都要修修法律 要奉公修法 這我們做台灣官員裡面 我們第一要做 像基本講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還有所有的東西都不能取代法律 法律就是法律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法律就最好的證據 你拿國籍也出來看 台灣國籍就是誰在那裡 你不用聽什麼人說 看法律 法律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再來是齁 很重要 台灣的當局是美國軍事當局 USMGTW 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局 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局 就是台灣的最大 我們的直屬老闆是這一個 齁 但是我跟他說齁 你如果把這個林志生變成權威跟偶像的時候 你齁就施交 你就變成什麼我們你說的林志生當局 這個 各位你要說齁 這個台灣當局這個 這個 這個架構齁 它是一個法律 它是一個法人架構 它是一個法律架構 它是經過這個國政法 跟國政條來的 它是一個法人 它不屬於個人 它是一個公法 它是一個公法 你知道意思嗎 它是一個公法 所以我們這個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它不屬於個人所有的 這不是林志生的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不是林志生的 是美國軍事政府的 它是美國軍事政府 嚇嚇台灣民政府 那是 那是 那是法人在持有 所以我們這個台灣民政府 政府不屬於個人的 我還是要強 我還是要強調 所以你不能對人 走 你要對法律走 你就說 你要對這個美國軍 軍事政府走 你知道意思嗎 他為什麼 他握有台灣民政府的 控制權 控制台灣民政府的 這個主權 在美國軍事政府的手段 你知道嗎 他定定的 所以 這個台灣民政府 如果照法律什麼人的 台灣的 美國軍事東京的 所以我們這個台灣民政府的 直屬老闆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 我相信我們所有的 黨人都知道 不是林志生 也不是林志生 你們都不要搞錯 我們你說的都是一個 法律架構 有什麼 因為這個政府這個名 還是國家這個名 都是國家法的 法人就是由法律來組成 不是個人所有 他不是個人所有 他是一個法律所有 你是法律所有 你個人 去當這個法人的頭 那你就要守法律 所以你 你如果要做政府官員 你第一件事 你要修法律 你要修法律 你這個政府 這些都正常的運作 這些都依法行政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修法律 就是要做官員 第一要件 你要做官員 最基本就是你要修法律 你不是只有這個法律 我講也要修而已 你還有很多法律要修的 你未來還有十倍的法律要修 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國 國這些法律 這是很輕鬆的而已 未來國 還有更多法律 你要去了解 你要去修的 人美國經事政府 還會等很多法律給你 你都要修的 人家法律偏外 你就要修 那叫做修法律 你也不知道什麼法律要來啊 你都要修啊 你都要了解啊 這就是修法律 因為法律還有新的法律出來 你還要了解這個法律的總統 你還要做準手 因為這有公法 這個有公法的問題 公法就是萬國公法的問題 因為上帝是賓頂的 如果上帝在美國做這條法律 也在世界這個法律都會通 你知道嗎 所以這叫做萬國公法 我這樣說你就聽了嗎 叫做萬國公法 美國現在的法律就說 我把我美國的法律當作萬國公法 世界你統統的法律 譬如說我們所有人都要尊重人權 這就是萬國公法 所以現在全世界都在說人權 所有人都要有基本人權 你知道嗎 這就是萬國公法 各位你聽了有沒有 所以就講到這一些東西 這是個公法的 所以他不屬於個人所有 五 違反美國法律的懲罰 以兩蔣父子史無葬身之地為例 你若違反美國法律的人 就會想辦法幫你侵犯 我會說 九戒朝他們爬子就是叫美國侵犯 因為九戒朝他們爬子都違反一堆的法律 對 我跟你說 九戒朝他們爬子都人權的畜生 你若違反不了解 他沒有那麼偉大 他們是十二不十二的罪人 煩惱罪的人 我待會兒說他們的事情 你若青凡法律你的船 九戒朝他們爬子 爬子這樣死無葬身之地 四四十年還沒有爬子 你的船這樣爬子 爬子爬子 爬子爬子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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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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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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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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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我沒有路撞啊,這兩個人不能路撞 給我停關 你不認知我再來處理 啊,九戒鳥他們 別的女子最愛就叫美軍打軍 那我在看那裡我就看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啊,他這樣說的是對 不是,九戒鳥他們別的女子真的就是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這兩個人真聖啊,真聖啊 所以他這樣打我 我沒有意義,因為他講的是法律事實 現在這個轉型正義委員會都在調 九戒鳥他們別的女子以前在那個 在那個什麼 兩蔣時期的時候在台灣做的派來 人家都一條一條給他挑出來 人家都查得清清楚楚吶 現在這個人家都在公佈了吶 公佈九戒鳥要怎麼撞我們台灣人吶 真的吶 這人家都在公佈了,這不是嫁啊 啊,還叫那些受難者立出來執政 吶,是不是九戒鳥爺爺爺早就這樣子把你撞來 把你根根 把你打壓 把你壓破 你知不知道嗎 現在都叫那個,說因為,很多受難人又外 現在都六七十位 都青年的時候去抗議 中介教都那個叫善吉米 那個什麼做黑人 那種打壓的 現在這個轉型正義委員會都叫他出來利害指認 指認蔣介石有壓迫你 現在我跟他說現在我跟他說 那些收 收了這麼可能會團結起來 要去 如果美軍進來他們會去告中介教會不會怕 真的啊中介教會不會怕很精神啊 畜生啊 你聽到有沒有 你如果委員法律 你會帶小介教會參試 我跟你說 你真的會參試 你看他們別的狗就好了 那全部都委員法律 好今天我 今天我說這五行 第一 台灣政府的未來執政大致狀況 我跟你說 你原始檔案我在 去年我就有講過了 前年 我在2019年8月份的時候 我就有講過了 我們是美國軍事政府跟台灣民政府被聯合執政 要聯合去做台灣政府 所以我們有兩兵的人 一兵是占領軍的人 就是美軍 他們是主力 美軍是主力啊 我們台灣民政府是他的幹部 法律工具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裡面最重要是 因為你是本土台灣 這邊土地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我們台灣人民的國籍是日本臣民 所以我們這個台灣民政府是法律工具 因為他必須要這個什麼 比這些 我們台灣民政府就是被占領者 那美國軍事政府就是占領者 占領者跟被占領者共同聯合去執政 這是國際 政政法跟國際法裡面的規定 這個有相關的案例 你這個占領者跟被占領者 你要共同來做政府 這是法律規定的 這是法律規定的 因為占領者會離開 那你被占領者 你還是要繼續按照相關的法律家去運作 才不會刪成這個地區的混亂 這叫做什麼萬國公法 跟國際戰爭法裡面的規定 這個是法律定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台 這個美國軍事政府跟這個台灣民政府 你記得這屬於法人 這屬於公法人 這不屬於個人所有 而且你們要記得今天還在戰爭中 你是戰敗者 你是被占領者 所以我跟你說 你紀念靈智生你剛好就好了 你知道嗎 適當就好 不要把他造神 因為你要記得靈智生的代表是被占領者 他是戰敗者的 所以你這個光環 你這個紀念 你不能太強了 剛好就好了 剛好就好 因為我們仍然是被占領的 你現在做得很媚婦 太差勁 甚至你造神 你知道嗎 美國軍事政府的目標 我告訴你 你就有事 你馬上又要有事了 等一下 我說這些事 因為你記得 我們現在是戰敗方 我們有時候稍微要低調一點 你知道嗎 你稍微要剛好就好 因為我們未來很多事都要扣美軍 我們有百分之九十九都要扣美軍 百分之九十九你都要扣美軍 我們幫他扣大概百分之一的忙 你知道那意思嗎 因為我告訴你 現在不是台灣民政府要執政 是美軍要在台灣執政 美軍要在台灣執政 不是我們 我們是 我們是那個拖油品 我說拖油品你就聽了 他就一定要跟我們拖的 他一定要有備佔領者 你知道那意思嗎 不然你贊什麼人 他說我美國軍事政府 人們問你美國軍事政府 你贊什麼 你現在贊什麼 你是贊中國的土地嗎 你要跟我說清楚 所以我跟你說 你那個時候 你的比贊娘的新聞 你就要補起來了 我你贊娘日本的土地 跟你們中國人無關的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 你有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你也分到清楚 你的 你的台灣的所有錢 跟你台灣人民的國籍 就分清楚 自然我會照國際戰情 分到清楚 我要把支援和支援 你爬得要打軍 他把你台灣人的日本生命的國籍 和你應該有的台灣民 現在碰碰撞掉 他七十年都不跟你做 你知道的意思嗎 現在就都不跟你做 是我美軍來幫你解放的 所以我問你 這麼幫助我們本土台灣人的 什麼人 也是美軍 所以我問你 你最要感謝什麼人 按這個 事序來說 你第一 感謝美軍 因為是美軍叫 我們的秘書長下去 你下去 你下去 你去訓練 一倍 這個新的 一台的台灣人 你去做台灣民進府 你去了解你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所以 我們如果論情按說 這個 吃貴子 拜秋頭來說 你第一 感謝也是美軍 你第一個 感謝的對象 仍然是美軍 因為 那是他的 這是他的民靈 跟他的 美國相關法律的規定 所以 你如果說真的有 感恩的對象 你第一 要感謝還是美軍 你聽不懂 所以我們你說的 你那個 感謝的 次序要很清楚 你也是 要很感謝美軍 你知道的意思嗎 台灣的 美國軍事當中 人他跟我們 到三天 跟我們成立台灣民政黨 你第一 感謝也是美軍 當然 秘書長 你也要很感謝 人他跟我們 教國際法 但是我告訴你 你不要那個 鋒芒畢露 你知道嗎 你不要把秘書長 弄我跟他生命 那些人 我告訴你 因為你是 倍戰贏者 你不能這樣 這樣 這樣 你知道嗎 你賺到美國軍事會 的目標 你知道嗎 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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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軍事會 放在哪裡 你最高的都 給秘書長 啊 你最主要的美軍 你要把他 放在哪裡 你要把他 放在哪裡 台灣 不是 林志生的 台灣是 日本天皇 啊 美國總統跟 軍事政府 你占領的 比較怎樣 又輪不到 你如果要感謝 感謝兩個 先感謝是兩個 第一 美軍 美國總統跟美軍 我們 第二個 天皇 好不好 所以你感謝的 次序要對 我們 第一 很感謝就是美軍 第一 天皇 天皇 要把我們 成全做國家 這個 美軍跟天皇 說我們 說我們 教法論來 所以你如果說我們 台灣民政務 真的有感恩的對象 第一個 要感謝的是美軍 你如果真的要感謝 人家幫我們 三天 他叫他必須 所以你第一 吃過這個 要拜祝 沒有美軍 有林志生 控制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這個感恩的 對象 要對 你第一個感恩的 還是美軍 啊 第二個 這個 我們的 台灣 這片 土地 所有權者 日本天皇 你要優先 感謝這兩個 你如果真的要感謝 你 你如果 有法理的感謝 你就是要感謝 美軍跟日本天皇 對不對 你現在看到的就是 這個 美軍 跟美國總統 啊 你後來叫我們的祕書長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你感恩的次序要對 還有感恩的大小也要對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不 你不 你不可以把祕書長 我跟身邊 你去賞到 賞到 我們美軍的目標啦 你知道的意思嗎 現在因為 主角不是林志生啦 主角也不是台灣民族 我們台灣現在國際地方的主角 就是美軍啦 美軍 美軍 你把美軍放在第一位就對了 我 你今天把你強調的重點 你如果沒有美軍 我們都不用算了 我們好太大了 沒有美軍就沒有我們耶 你知道的意思嗎 齁 所以 如果沒有美軍 哪有台灣民政府 你敢有可能去做台灣官員 你自己夢想說 所以你感恩的對象是什麼啦 美軍啊 台灣的美國軍事政府啊 因為這法律規定的啊 你沒有人也沒有人 因為這法律就是什麼這樣 上帝說我們要修法律 啊台灣的 這個東郭就是美國軍事東郭 這個最偉大 你要感恩你就要感恩他 是他給我們解放的 齁你第一個感恩的對象還是美軍 台灣的美國軍事東郭 你如果要感謝你感謝這個中 不要緊你給他感謝人他會聽到 對人喔 他有喔 你把我們監聽 李鳳欣他會聽到 他說啊你這個孩子說得到 你這個少年說得到 真的要感謝美軍 他會讓他出錢 出力 又出兵 啊又當中很多國家他的立場 幫你台灣人新任 台灣政府呢 你不用給他感謝 所以你感謝的最最愛就是美軍 第一次的天皇 第二次的天皇 第二次的天皇 第二次的 叫我們的秘書長 所以你感恩的次序要對耶 那個大跟小你也要對耶 齁 齁 我們那個敬拜的禮儀 他齁 是有大小也有次序的 齁 齁 我這樣說 你就聽我了 齁他有大小哪個最大還是美軍 你要最感謝的是他 你要把我們台灣解放的榮儀 你要給美軍 我都一定說美軍好棒棒 你知道意思嗎 齁 如果沒有美軍我們真的台灣真的不做 把最高的榮儀給美軍 齁你知道人家幫我們在默默的在幫我們這麼多忙啊你都不感謝美軍 你最大的榮儀你要歸給美軍 為什麼他這法律規定的 你知道意思嗎 齁 齁你感謝的對象也要對 那個你那個你感 你感謝的大跟小給他的榮儀齁齁 齁你 你齁也 你也要適當 你的次序各方面你都要適當 美軍仍然是最高的榮儀 齁你也是要感謝他 你要感謝美軍 你放心 你如果感謝美軍人會聽到 人家說我們會告到成功 齁 齁 我們秘書就告到 我們這部台灣民眾的同情成功 你知道嗎 我們 美軍的齁 這個秘書長平安 他會幫秘書長平安 但是你感謝他最最愛的 人家說你這樣這個 這個動心會發你告得好 我們現在要把秘書長挽回他的名義齁 齁你就是要照我出來 照我說的這樣來做 人家美軍自然會幫秘書長平安 你知道意思嗎 齁 為什麼幫他平安 你把人告得不錯 你都知道感謝的次序 還有整個大小 那個全部都對 你秘書長告得好 這才是對秘書長有幫忙 你知道意思嗎 你遵守法律 你本身就告要 這個秘書長告我們這出來的成功 知道要修法 你知道嗎 齁 只有這點就成功了 還有 感謝的次序也對 你知道說 你 你 你愛感謝台灣的美軍 你愛感謝 真的 我 因為我說的是照法律來 齁 你最 你如果說 我們台灣民 我們台灣民政府 要感恩 第一個對象是美軍 因為他跟你生 他生你台灣民政府 你知道意思嗎 是他跟你生 所以你也要感謝 齁 齁 你的父母 你都要感謝 台灣民 這 台灣民政府的 父母 你 美國政府 你不要給他感謝 我生你這不真假 就是這樣 你連感恩的對象 都不對啊 什麼人跟你生都不知道啊 我就說 這事情很嚴重的 你看一下都不知道了 你是什麼人生 你都不知道 我生這就不合 生這就空 小孩 小孩 小孩就是這種的啊 你不跟你生 你又不知道我跟你生 你看你有可能嗎 連你的左手 右手都分不清楚 你要做台灣官員 你吃到 吃到壞了 你旁邊等 我今天你說的就是這個 什麼人跟你生 你感恩的對象要對 整個次序要對 你要先感恩的是美軍 啊 再來就是 新 給我們台灣人做新傳的天皇 天皇 天皇也說 你現在台灣國交還沒意見了 你這樣照法就給他做了 所以我們都去把天皇揮揮手啊 台灣的地主 又天皇 又不是林志生的呢 你不要搞錯對象呢 感恩有大小 我們秘書長我們當然很感恩 但是他一定是在 美國軍事政府跟天皇之下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聽到好不好 我說你不要把秘書長當神就對了 你害了 你害秘書長 啊你害 秘書長就會 害到夫人 啊也會害到我們所有的同心啦 你這不真 驚就是在黑白虎的 都在那造神 那美軍最討厭的就是這個啦 以前我看那個人比過了啦 人回去都會驚討啦 那裡面在搞什麼東西啊 所以齁 你會想齁 我們是聯合執政啦齁 是美國軍事政府跟我們台灣民政府去聯合執政 啊主力是什麼 主力是美軍 啊我們是法律工具 TCG是法律工具 是必備的法律工具 一定要有我們 一定要有本土的台灣 啊你不用這個啊 500的也算了 啊 雖然說 做一個國家一定要 五億啦 500人也會殺你啊 你知道意思齁 那是象徵性的啊 啊現在就用法律給你恢復你的身份和國籍就好了 齁 你應該知道我講的意思吧齁 好 啊這就是我們未來執政的狀況 這個先 李英傑再說過 他齁 他說 美台交流計劃 內容是由AIT 聯選 來自中階的軍方和文職人員 以及來自民間單位的台灣公民前往美國參與印太安全事務領袖參訪計劃 齁 他就去講到這樣的問題說 講 這個 此外 AIT 就是美國民主的政府還是人會 人會怎樣 人帶他們 幫我們訓練一輩子要執政的官員 他會訓練什麼 軍方的什麼 軍方和文子人員 這些人要作為跟我們執政 這由AIT下去撐的 我聽說AIT有幫我們培養像僑伯兩千人 我們要一起去接政 我們要去做美國軍政府、台灣民政府 我們要做去接政就對了 到底要怎麼接政我不知道 這個人應該安排 那就是在這裡教法律等官員就好了 你不能亂做修法律 好 台灣民政府法理訓練營的訓練狀況 應加強的基本訓練 問你 我們說要修法律 我們問你 我們要修什麼法律最基本 我跟你說的 我們的基本訓練是什麼 你們可不可以回答我 我直接給各位講答案 我們的訓練不是以新臺灣人為主 是以美國軍事政府發佈我們的新聞情 後面那些佩調發佈為準 我的建議很良心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要照發佈同找過一件 我們要去教授 我們未來臺灣政府的基本配備就是 我們的相關的法律就是這 這八條 跟我們的抗媒案 我親身自己教過很清楚 臺灣共產局很清楚 我講有憑有志 沒有人可以推翻 我投給我報書 我也不能推翻這些法律上面講的東西 我自己保證 我自己照過 他說的都真的 我沒辦法推翻 我有自己寫 我有自己寫過論文 我有發佈你們有 一些人有給我代言 我有拿給你們看過 你才這樣通通都很順的 什麼看你這法律規定的 我有才有法律要做過 真的 我投報書幫我做過的論文 我才有論文的格 整個格式他都會照 他這法律都真的 跟我們的抗媒案也真的 都是真的 對 我們這裡說的法律都真的 但是我問你了 我們的教育訓練 有真對這裡的法律在訓練 沒有 好像說 我們說 我們說一個比較直接的 我們現在教育訓練出來的人 不是美國政府要求的人 但是你有訓練 但是你訓練出來的人不合格 你可以不合格 你知道嗎 因為你沒有照法律去訓練 你訓練出來的人可能有問題 所以我們裡面有很多判軍的 什麼看我問你 我們的一些判軍 我們就雖然你說判軍 那些是一些不清楚的人 對啦 他這個法律 我們沒有咬好的人 那些是一些王子的 我說實際上 我們有些 當心處理是王子的 什麼看你呢 我們的法律 沒有咬好 因為法律 沒有夠堅定 才放出 對 這麼暴衝 阿狂狂 阿狂奪救你 他就狂撞出 scaug出 撐那些 阿狂狂被猛出來 後 阿主要管理什麼 我們的法律 告訴… 你知道嗎 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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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基礎沒有打得很老 我們 教一講 我們的教育訓練 我們依ие法律偽准 以法律為准 不是 wym台灣論 因為新台灣都沒有辦法取代這些法律 新台灣是後來這麼嚇一跳 這些國體和名字都幾百年了 這個上官要做國際法律都幾百年了 有萬國說這些名字都幾百年了 還是這個法律是權利還是新台灣是權利 你知道意思嗎 你如果要教要教真的教這個有的 在這裡先教 啊你如果這裡都不教 只教信 台灣的我講你都不教 因為你教出的人不是美軍要來的人 你知道意思嗎 那是秘書長要來的人 啊你記得你未來是要跟美軍一起執政呢 第一不是跟林志森一起執政呢 你知道意思嗎 林志森沒辦法跟你執政了 你知道意思嗎 你不是對林志森走 你是對美國軍事政府走 你是對美國軍事政府走 你不用跟他講農執政 你要收這些法律 我有看過 這些法律我有看過 我自己還在做研究 我還有論文 那是真的 他這個新聞警他後面講的東西都是真的 鐵板上面 我知道美軍要做的台灣政府真的 instead of using the 國際戰爭法,舊金山條約,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公報一個中國政策,美國憲法跟這個美國軍事政府下降台灣民政府的台灣公民權利法,還有抗美案 因為這張新聞其實是2011年法的,這個抗美案是2017年底結案的,在最高的那裡結案的,所以你也要補一個抗美案,你把法律依加為準就好了 你如果這些法律都有討論,你就有太多訓練了,因為這是美軍要來的法律,你新台灣論你訓練出來的不是美軍要來的,因為那不是法律 你記得新台灣論不能代替法律,我跟你說這是一個重點 我沒聽過這張話幾個檢,所以我仍然要提,你還是要以相關的國際法為準,這點美国總統都要手 林志森如果在世他也要守,他的新台灣論也要守,你知道意思嗎 如果未來新台灣論跟國際法有衝突,麻煩各位以國際法國際條約為準 你不要再拿新台灣論在那裡,新台灣論沒說啦,新台灣論沒有跟你說明很多啦 你知道意思嗎,很多人沒有跟你講啦,譬如說我一個人,你如果去跟他唱 你跟中間去跟台人,人現在警察跟你抓到了 那你就來這個警察說,欸,我,我這樣台人跟中間跟唱 我這樣沒事情,什麼看來原因,因為新台灣論沒跟我說 新台灣論沒跟你講的東西很多啦,你不能去騙我的頭像 這個新台灣論沒說啦,對不對,我說這樣你就聽了 新台灣論很多法律沒跟你講的,但是你也是仍然不可以去台人,不可以放火 不可以去跟中間,不可以去跟他唱 還有相關一些新的法律你都要守 不是只有新台灣論的東西而已,你要守很多法律 我告訴你聽到有沒有 那新台灣論是做參考書籍不能夠取代國際法 你這樣會出大問題,我會說 我希望我們在教的人,我們要好好教,我們要跟學院講 我們以相關的法律為準,國際法為準 這樣懂嗎?當然我也不排斥新台灣論,你要做參考書籍就好了 你看看的,然後秘書長也很辛苦把這些扁起來了 看看的不錯啦 還是你看看的,你如果有問題 台灣國際問題,你也是仍然以法律為準 說得簡單的啦 新台灣要看的可以,但是他適於國際法 你如果有爭議 你如果有相關法律的爭議,麻煩依法 這個國際法律為準 你不要再拿這個給我賭我賭幾個 每個人都說秘書長 新台灣也沒這樣寫,他也沒這樣說 秘書長很多不說,好嗎? 現在他也不可以說 現在他也不可以說 我看你要怎樣 你聽到有沒有 所以我們也是要他國際條約為準 他這個條約為準不是新台灣論 新台灣論是秘書長個人的見解 那個當參考書籍可以 但是他不能取代我們現在說的這些法律 拜託的,這是最基本的 今天就這樣說,這很要緊的 再來就是 秘書長的這個 這個 我們的定位的問題 這是我們第二個要談的 好 再來三 遵守法律是台灣政府官員第一首則 法律是權威及神明 一 在美國國家治理是法律至上 法律在美國可以說是權威 所以 行事或行政的合法性最重要 學法很要緊的 舊戒舊的中華民國在台灣沒有這個 學法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他都違反法論 或是他基本的法律就沒有 二 神明是透過真理及法律統治世界 就是上帝的說 遵守法律及法律背後的真理 才是真的敬愛神明 你如果 這個聖經裡面說的 他有交代我們要修法律 世界法律我們也要修 因為修法律就是你祝福我們人類 所以我們都要修法律 你如果基督教信用傳 美國這個基督教信用傳 你就知道我說的 我們都要修法律 這是做一個新的主名最基本的 你要修法律 這是我們的上帝也要交代 我們要修法律 我相信修法律變成我們的原則 應該是沒有問題 第一原則 是台灣民政府法律信念營 未來是要被聯選成為 美軍共治的台灣官員 其中 美軍的相關人員與台灣民政府成員 組成出 我們的初期比例約 USMG TCCG是100比1 我跟你說 我們台灣民政會統心會去做官員 並沒有多 大概幾百個 尊重是幾百的 我告訴我 美國軍事政府他們那一邊的人有多少 你知道嗎? 我們的100比 所以主力是什麼? 我們未來 我們這個台灣政府主力要執政的是什麼? 是美軍要執政的 是美軍要執政的 是美軍要在台灣執政的 那你後來再把我們這個脫油平 台灣民政會把你拖起來 所以我們說一個好運 我們求到 所以我們想第一 要感謝 感謝美軍 那是美軍派秘書長來抗美案 才有我們台灣民政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那個感恩的對象要對 那個大跟小 你要自己要挑 所以 是台灣民政法理訓練 引學員要被撥交到台灣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法理訓練引學員 是要提早適應美國文化 尤其是遵守法律這點 是美國上年文化的基礎要求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討論 我們要修法律 因為我們未來還有很多法律要修 美軍會幫你教 麻煩你配合所有法律 如果還有什麼新的法律 你就修法律就好了 這就是我唯一對你們的祝福 你們要去做台灣觀念 我唯一能夠給你們祝福你們的 就是幫你提示說你要去修法律 因為你還有很多法律要修 這些法律很多的心態我都不說 我跟你說你很多法律你要去修 你如果要做台灣觀念你都要修法律 不然我們有些東西也會說 我一年這樣我就要走 我沒有跟你做台灣觀念 很多人是這樣 好這樣也很給你 不管你要做觀念 或是說我要領一條錢 我都很給你 我都很給你 我對要做觀念 你當心的祝福就是說我們要修法律 我也要去做 我會幫你提示說我們要修法律 你未來發生什麼事 我說我們要修法律 我也是要跟你說 你如果沒有修法律 不好意思 我會幫你切割 因為 我要補給其他 我會幫你切割 因為你不會修法律 你都違反法律 我只要幫你切割 沒有要怎麼 對啊 我們沒有帶 酒 酒跟酒 他們那個共犯結構 這樣 他們那整個都沒有修法律 全補都違反法律 那些都共犯結構 你看 兩將他爬到國民黨 那共犯結構 那些全補都犯罪集團 所以美軍如果處理 處理兩將跟國民黨 你知道嗎 那些都共犯結構 那你台灣幫你補一個 中華民國台灣 跟你台灣人的國際 都幫你改造中華民國 整個都毀了 這美國這條事要找誰 哪 都也找兩將 所以四部路上 有台灣民政府出了 許多所謂的華理判斥 我們出很多 我就不介紹了 其中我們自我檢視 內部教育訓練 沒有訓練 遵守法律的人 你知道嗎 我們要提醒就是說 我們要遵守法律 我現在如果你說 我怎麼說 你都要遵守法律 就依照美軍需求的需求 及要求來說 可以說是法理訓練沒有到位 沒有切中要害 其中美軍要求的法理 在身分證後面的八條 台灣民政府訓練 以多數的講師 沒有強調提及其重要性 沒有正確訓練 等於沒有訓練 我你說 就是說 我問你 你們幾個工書裡面 你說 我們的國際地位 你有拿的 是完全後面的八條你說的 現在比較有了 以前我們的工書 是亂七八糟的 都沒有你說法律 都你說 說他構成的感情 啊我在 日度恐懼不知道幾年啦 啊什麼 什麼 什麼那種白色之戀啦 啊什麼 噴到一堆 他都沒有教法律 他都沒有跟你跟你說 我們這個新聞 是後面這八條 這八條 所以我們以前 訓練出來的人 定義沒有訓練 什麼樣的原因 你這最要件的 你這八條 都說不清楚啊 人喔 叫你訓練法律 是叫你訓練 新聞前後面這八條 我問你 我們 我們說以前 我們不要說現在 現在比較好了啦 但是喔 我們現在 我們喔 現在的狀況有 以前的餘肚 啊不會清乾淨的 就是都沒有你教法律 齁 都這個法律 都結構天天啦 啊你去就是 要用這個法律啦 結果你這混人 基本訓練 你都教得不夠紮實 我們現在比較好了啦 但是我覺得 還要再教 我們要特別強調法律 齁啊 新台灣論 你要記得 他是參考書 我建議你最好 還是要去 直接學這些法律 新台灣論做課外書籍的話啊 因為那不用取代法律 我們最重要 我們未來要用還是這些法律 人家美軍不會 不會看你新台灣論 他不會去看那種名字啦 他會去看自己的美國法律啦 我現在國會 還有同會 對台灣什麼法律啦 他要自行啦 他這麼不理你 什麼新台灣論 你 你如果告訴你台灣民眾 當時 其實你也要收美國的法律啦 他還有很多法律 要你收的 那就是台灣觀念啦 所以你做台灣觀念 你有 你有一個角落 你要收法律 啊未來還有很多話力 啊起在這裡說 起在這裡說 我們上去的再說 我也不知道什麼情形 因為我也沒有當過台灣觀念 我們都第一次 啊你當台灣觀念 你就要收法律 這樣清楚啦 所以喔 我們喔 以前的那些都學不懂 現在比較好了 現在都有你講法律 但是我希望說 我們的教友訓練 我們的 一些討論 未來以法律為主 把我們這八條的法律 好法再說一件 啊 好法 好法表現 美國看我們都 專心在法律之上 喔 這個我們把 美國軍事眾 跟我們說的這個法律 放在心上 放在第一位 喔 放在我們的第一目標 好法把這個法律教好 喔 你像九星山條約 台灣關係法 跟林志生的 林子安的兩制控美案 你好法把它看得清楚 這才對我們真的 內部的這個 穩定到這個 分年真的有辦法 喔 因為我在這十年了啦 喔 喔 我說這個月都十月 喔 沒關係 你用教我的月 你們齁 大家去參加 看我說這樣是不是道理 是不是要害 啊 你去 比到以前的喔 哇 亂七八糟 連江蘇都 連江蘇都叛軍啦 一命啦 那差不多 江蘇裡面十個 十個裡面八九個都叛軍 夭壽 夭壽 連江蘇都是叛軍 連江蘇都自己在叛軍 連江蘇都自己在背叛了 欸 欸 你說那 下架的學位 要怎麼啦 夭壽 不管這樣走的 一間 小創的那一間 給我們一二三 給我們帶幾千個 夭壽 差不多我們一半的人走 差不多用全軍覆墓 啊 啊這跟什麼有關係 跟我們的法例分年有關係 都歪掉法論 啊都你說那些五四三的名 結果跟我們問這些法論 我還說十個裡面八九個都說不清楚 今天我說十個裡面 跟我們現在的通信比較好 我們現在的通信最準 提供那麼多 對這裏面的法論都稍微了解 但是我一年要再加強 你們可以在這邊再加強 應該再加強 人家改天美國軍事新聞 如果這個新聞已經給你回來 你跟我說這後面這八條裡面 你說什麼 大致狀況就好了 五百二 給你什麼論文 我五百次給你寫論文 你跟我說這八條裡面 大致在講什麼 就好了 然後只有通過跟不 通過跟不通過 通過跟不通過 這樣就好了 給你五百二 你跟我說這八條 你說什麼 大致狀況就好了 我要看你有了解 沒有了解 人家這樣給你考慮 你如果寫不出來 你寫不出來 你說你分年有及格 你要做台灣官員 你就沒有分年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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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是這種法理 結果你給我教新台灣論 你知道意思嗎 我叫你分年腳 那你說你有分年 你分年哪裡 我分年手 你不是叫你分年腳 你的腳 要加強 因為你再來要走路了 你再來要跑步了 所以我叫你分年你的腳 你腳到哪有夠了 你會走路了 結果你給我分年手 對啦你有分年 但是你分年不是我要的啦 你分年不是我要的啦 不是美軍要的啦 人家美軍要的訓練 是這種訓練 是這種法理訓練 你身份前後面要八條 這種訓練 你這八條有 你那些工書現在有好法教嗎 你自己夢想 美軍給我反悔 你有好法教嗎 這是我們內部的問題啦 我感覺這個可以補救 我們的問題點還沒有很大 這都還可以補救 還沒有很大 但是我有發現這個問題 我這說幾個 我講好幾次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下去 這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都沒有問題 我法理都通了 我沒有問題 我沒有問題 現在你們有問題 是你們有問題 我沒有問題了啦 我很清楚了啦 你現在什麼人給我騙 都不知道要給我騙了啦 你就算秘書長在世 現在要再給我騙 不可能 你沒很清楚 我很清楚了 連秘書長當面要騙我 也沒有辦法 你知道意思嗎 你的程度要好到這樣 你的法理的堅定 怎樣做什麼 對法理的了解 你要騙我 最好可以騙我 你都 conscient 你哪裡有問題 你講得對 你講得錯 哪里 什麼地方有什麼問題 我給你發白了,新台灣人是不必要交的,但是這些法律你都要把他好好發發 不然你發出來,人家是美軍不需要,你要當台灣官聯,你還要遊著走 我說的是真的,你如果要做台灣官,人家說好,我給你扛台灣國際地位的法律 五百二,你把這八條下來,我看你誰會出來,你就在那圓圓圓圓了 你知道意思嗎?你就死了,你要當台灣官聯,人家幫你扛勒,你也是怎麼扛勒 你說你有訓練出來啊,你有證書啊,我要再二次檢定一件,我要平保啊 我美國軍中,我用兼人啊,我要平保啊,我有反應再逛一件啊 我看你這麼頭髮清楚,我看你扛過一件事啊 我用身分題的啊,來,這八條 五百二,你誰,給你一點點 誰啊?你說你有訓練啊,你有接受過訓練,我看你有訓練嗎? 對啊,這米軍寫在新聞前後面的啊,這最基本的啊,這就是法理訓練啊 我們台灣民眾的法理訓練就是要這個啊,就是這八條啊 你有好法訓練嗎?這樣就好了,請問你不要跟我說委員,你這八條的效果 這八條啊,我每親親走過,我看你的情緒就是因為這八條 我都照這個來做,人家新聞前把你後面寫一定要求的,我知道這最要求的 所以我這八條,我有好法做研究 我也有我的論文,我就是真對這八條來做 我真的他做,我這樣照這樣做出來都對 他講的法理都是對的,真的是對 他講的沒有錯,因為台灣國際地位真,真相 要做的台灣政府就是,新聞前後面講的這個台灣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台面就是這個 因為都是政府法人,國家法人,他都要收這個後面相關的法律 這是真相的台灣政府 要你清楚了 所以我們訓練要到位 不要,都不要交這些法律沒有相干了啦,把這些法律教好就好了 你這樣就有交了啦,你都跟美國軍事政府交差了 有啦,我有訓練,我有好法照這個八條,把這本的學院交好 然後這樣就訓練合格 我想你說這個問題還不大啦,我們可以再補強 我們可以再補強 好,因為將時又沒有什麼大事,但是我們未來有大事,你們可能不再補強 你們未來可能不能當官員 這個關係到底當官員的這個未來可能的資格 所以我還是希望你把這八條好好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人放在我們新聞前後面一定很要緊的 這就是我們的台灣民政委的法理基本訓練 就是這個 不是新台灣論啦 我已經跟你說很多個了 你未來出問題你就不要說我沒有講 我這個人不打馬後炮了 你的未來權力如果受損 或是受到什麼懲罰,是因為法律的關係 那我這個人是不打馬後炮,我都說我有講過 因為我們 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我們都很久的都有感情 我沒有希望你未來 去你做台灣國有什麼領導 是因為法律的關係 因為我沒有跟你說 害你 我以前我沒有辦法跟你說 害你陣容 我還有一個道義上 因為我們未來要共識很久 我未來看到你們有什麼問題 我也會跟你們說 給你提示 我們都會互相支援 我如果看你做到不好 我會給你救一下 也不用給你害了 我會給你救一下 但是 你會自己有心 吹出來 說這樣 我們兩個要保存 我不會這麼救你 會對 我 我要給你救 你自己也要出爛 你知道意思嗎 我會給你救 你如果 你如果要出爛 我也沒辦法幫你救 吹 這樣說你聽說 我們都有 這種的 同才之意 吹 我們做官員 吹 我們要付相幫 吹 在這個法律的 我們 付相幫 吹 吹 我們都有這種感情 你如果說 我如果做得來 我都幫你做 吹 我如果舉手之勞 我都幫你處理 吹 我如果純手做得到 我都幫你做什麼 吹 在那個法律的 我都幫你做什麼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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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 我寫的名字去講 這台我就寫一百里了 你知道那是嗎 所以要叫我寫五百里 我很簡單 我都知道這個來民你說什麼 要還在那裡 我台灣人的 我台灣公民的 實際上的國就是 這個什麼 日本臣民 我都寫出來 我生論體浪 你幫我靠我 我就寫出來 我不會說 非常多 人家你說 我們八條 我們都說不出來 啊是啊 你這樣說 好意思說 你有真的有 在我靈智生家 好好的教育信念 你真的有受到良好教育 你真的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嗎 你自己問你的良心 你這八條不好嗎 你這八條如果不好 你頂他不好 你不去我台灣民政府 你那是假的 你知道什麼 你沒分辨 跟你扣這八條 你都說不出來 誰在新聞前後面十年 你都說不出來 你那什麼名 啊你說你有訓練 你就沒有訓練啊 我 人美軍跟我說是要訓練這 啊你有好法訓練嗎 這的話就 說起來也很困難 也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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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說很簡單 但是你如果對你很理解的人來說 啊這就這樣而已 還好啦 還好啦 你也不要跟我哭 啊我都幫你改好了 啊你如果是因為說你都改好 你自己去看法律 你自己去改了 那你的事啊 齁 你不用跟法律都教我 哇啊你也要自己骨牌 我講的 我如果要跟你叫 你也要自己出牌 我也不只要跟你叫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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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台灣當局是美國軍事當局 USNGTW 不是林志生當局 齁 我現在你說 台灣民主誰的 誰的啦 誰的啦 所有錢什麼人的啦 我們都在討論台灣是日本天啊 我問你現在台灣民政府法律上什麼人 齁 台灣的美國不是總統 欸 一定是他的 所以我告訴你第一個 感謝的對象愛對 給你生的父母 我問你什麼人是台灣民政府的父母 是美國軍事政府啦 不是林志生啦 你告訴我不對 林志生是個人 他沒有辦法生一個法人 法人一定有相關的國際法 我們這個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政府 是國際戰爭法生的 因為你怎麼這麼這麼這麼 你共同要去做政府 這國際戰爭法裡面規定的 所以這一定是法人 你知道意思嗎 啊 是誰人幫你用這個法人來生的 美國 台灣的美國軍事政府幫你生的啦 只要你這個 這個台灣民政府啦 所以你台灣民政府實際上幫你生的 當然是法人沒不對 是國際戰 是國際戰爭法沒不對 但是 幫你出力的 幫你出錢的 幫你出兵的 幫你出這個 國際社會 我會叫這所有人把我們支援的 也是台灣的 美國輸出兵的 也是台灣的 背後 背後全部都在做 這齁 這齁 叫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什麼 嘿 這個 親生父母 我們的親生父母是美國軍事政府 齁 不是林志森 林志森是美國軍事政府派我們的這個 管理者 代理者而已 齁 他在幫我們做交友訓練的 這樣而已啦 他不是幫我們生的 正港法有幫我們生的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的美國軍事政府 因為我說的 這都有法律的規定 所以你仍然不要搞錯 什麼 什麼東西是什麼人的 依律 按照法律規定 台灣民政府就是 台灣的美國軍事統領的 因為這是法律規定的 一定是這個 沒有就是假的 你這個台灣民政府 你自己做 你知道意思嗎 你聽到嗎 教金山條約第四條B 及台灣關係法第三條B 美國法律及國際法 提及台灣當局是 台灣美國軍事當局 USMGTW 這是以法律規定 也是戰爭法下無法更改的第一法則 太平亞戰爭並未以法律 完整結束台灣人處於戰爭下的軍事佔領中 所以台灣的法律當局 必然是台灣當局是美國軍事當局 台灣當局 台灣當局就是美國軍事當局 這個絕對 是我們台灣民 民 台灣民政府的所有者 因為我們他生 他會把我們生 零自身就是美國軍事政府派來的這個什麼好長 你幫你做教育訓練 當然我們也要感謝 還有他的抗美案 美國軍事政府說對他 他幫我們台灣人抗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都要感謝零自身 零自我們愛 但是我告訴你 你的感謝要斥於美國軍事政府跟他添華 因為你如果把零自身 你知道 放得很大 靠腰 你這美國軍事政府跟天皇 你要怎樣 你要把他們兩個放在哪裡 台灣不是零自身的呢 也不是零子安的呢 你要搞清楚 台灣是日本天皇所有 人美軍今天在抗你了 你如果要尊重 你這兩個要先優先尊重 美國軍事政府跟日本天皇 你要優先尊重 再來這裡零自身 你如果這樣刺激就對了 因為我今天就是要說這個 還有 我們台灣民政府是戰敗方 你也不能相差別 你去找到人的眼睛 但是人的 人的 人的 美國軍政府 他拍的去報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人 都會拍報告回去 你知道嗎 你如果說在台灣 在台灣民政府在造神 你會去害到 秘書長的紅了嗎 你會把他害到 他們喔 以前就為了這個問題 我 你剛才說的那個造神 那些東西 他們兩個被害到被害 那些怪 我勞不敢 你知道嗎 我這些不太怕 以前那黑白 他會把他送的那些判軍 那些垃圾被 他們自己都做做的料 都把這個 這些人都塞給秘書長 你知道嗎 都他們自己拿的 拿的料 他就說那都秘書長說的 那都夫人說的 那是這個像 他也沒說也沒做 幹都你自己在那 在那下 自己在那黑白鑽做啊 做做的都說 那你就把他造神啊 你兩隻都 任命都沒說 那你如果說都他說的 哇 這沒辦法了喔 那就關他沒要 那就人死他沒要 變成我今天說的這個喔 如果有謊言 出現林志生當局 林子安當局 蔡吉遠當局 蔡財源當局 還是中華民國當局 中國當局 等亂七八糟的所謂台灣當局 一定是假的台灣當局 千萬不要受便上當 這中華我聽很多啊 我在LINE裡面聽很多啊 什麼林子安集團啊 喔什麼那些 那都假的 台灣的當局 一定是美國軍事當局 這是法律規定的 你如果不送你幹 這我無知了解 台灣的當局 就是美國軍事當局 因為這究竟我們條件裡面規定的 台灣關係法裡面規定的 我有看到 你也自己去看 你就知道台灣的當局什麼人 抗美案背後 什麼人你指揮的 我上課沒打過 這都真的 這不開玩笑 我說的都法律 鐵板 丁丁一塊 我沒說過啦 你往國去聽 你們可以去聽 我沒有亂講 我都照法律 講一次給你們聽 所以這什麼 構成的統局 這都假的啦 因為我們是國家法人 政府法人 他一定有法律下去組成 你知道嗎 他的法律 又去生法律 你這個政府 這個法人 政府法人 會生政府法人 這樣懂嗎 還有相關的法律 台灣當局是美國軍事當局 會提供台灣官聯保護 報酬 特別大一 就是福利 拿著這些對價 不獨一效忠他 你是怎麼一 一回事 我問 各位 一個問題 我們這所謂學人 有向林智生領過薪水嗎 你不賣掉嗎 啊 你都沒有向林智生領半毛薪水 你就把 你就把 講成神明那個樣子 啊你如果林智生領 美國軍事政府 以後我問你 你要怎麼感謝 美國軍事政府 你還要拿什麼去感謝他 你都把最大的感恩 給了秘書長 然後改天給你薪水 給你當官員 給你提供報 那個美國軍事政府 你要把他擺在哪裡 我今天就是你講這個 你有沒有把美軍放在心上 你家臺灣民眾的學員 受訓 出來裡面 說你擁擠兩個人 第一你要修法輪 第一 你有沒有把美國軍事政府 放在你的心上 放在你心裡面的第一個位置 你心裡面第一個位置 一定是美國軍事政府 你知道嗎 一定是他 林智生的錯誤 不是他 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在講這個問題 我沒有跟同心討論過 有意思 他林智生的出事 美軍不給保護這個原因 是有這個原因的 我只能點到這裡 我就開這個 開這個三人小組的會議 我討論過 說奇怪 那是美軍不給保護 他不是說他是美國軍的政委 那是不給保護 那就是因為我剛才說的 我都有說 有的人就叫他的名字 我們以前一倍人在裡面 他造神 對啊 那 畢書現在變得像生命一樣 他如果說的 不像性質 我說這裡面怎麼這樣 那不是這個國家法人嗎 政府法人嗎 那會模仿得像 模仿得像集團的 模仿得像白人你知道嗎 張安樂集團 那就是怎樣 那是 這個組織是他個人的 那這就是個人的集團 你知道意思嗎 好像變成這樣 我說這樣怎麼會對 那不是政府法人嗎 怎麼會模仿得像 對啊 模仿得像 這個台灣民主好像是秘書頂的 那這樣怎麼會對 不對吧 對不對 就是因為這樣 發生問題 讓美軍這麼沒關係 好啊 你的啊 你的啊 你自己去處理啊 他就不要去插 所以我跟你說 我也跟你說 你只要 你 你幾美軍 沒有把美軍放在心上 人家就不要保暈 人家不要跟你提供保護 你如果沒有人 我做你最要緊的啊 我是要怎麼提供你保護 好像說 你如果 你如果有一個兒子 都不要認你這個老爸 啊你 啊你齁 在這個 他這個兒子剛才發事情 他就不要認你這個老爸 你敢不把這個兒子養大 敢這個就不真兒子啊 連你不把你養的 你就不知道 我就是怕 因為是你的老爸 所以我才有這件義務跟你養 你知道的意思嗎 我問你啊 林志森有付我們的薪水嗎 未來付我們的薪水的是誰 是美國軍事政委 他們的付我們薪水呢 所以我們第一個效忠的對象 是什麼人 是美軍呢 不是林志森呢 我你說的就是這個問題啊 所以我們心裡那個位置 你要把你第一個位置 一定放台灣的美國軍事政 拜託 你如果要做台灣的官 你就是要這樣 你就是要照我說 要第二須我論 第二你要把美國軍事政府 放在你心裡面的第一個位置 不是林志森啊 拜託的 台灣民進不是他的啊 你現在你戰政黨 你不要拿你的人頭開玩笑 你那些戰政要不結束 台灣的東京一定是美國軍事東京 這我說幾個 你如果聽不下去 我沒辦法啊 我沒有辦法 我也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國民黨篡改歷史 那個壁壇的橋頭 現在還在那裡 是人家怎麼 人家交和12年 人家去好的 你知道嗎 這本來是招和12年 後來 後來 國民黨很要求的 他就把那個什麼 交和12年 把它塗掉 把自己這個民國25年給他打起來 民國25年 你都要不來台灣的 你國民黨都要不來台灣 你怎麼有民國25年 這個雕球跟你去的 對吧 這是日本去的我們台灣的壁壇大橋 那還有你看你都跟收割 你都跟收割 你都跟 我跟你說 你 你都跟他打民國25年 你都跟他收割 國民黨 一來打都跟我們改了 那些雕 那些什麼 民民都民 民地的 那些雕球都跟民國5年的 民國 還有民國5年的 小四 民國5年 你怎麼來 你都沒有民國 你又民國5年 好笑 都要這樣掛在我買 那個中橫也一樣 那個鐵路也一樣 全部都說他國民黨去的 台灣我們國民黨的 那土匪 既來大方都變他的 都他做的都他去的 他都跟這樣跟 全部跟修改 都這樣跟唱 都跟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衛造文書 所以國民黨 還在台灣就騙 就整個都衛造文書 我們的歷書到法 就整個都嫁 在這塊 台灣的所有 這塊全部都錯亂 都跟你說 台灣是國民黨的 這很不太怕 這就是用唱的 這就證明國民黨 就討厭 這人日本人去的 你拐都跟土改 好 沒了了 如果國民黨這個 事情在那裡來 我就說 林志生的案例 他為什麼 有關係就好了 我今天說給你聽 台灣民政府 是什麼人 要下去的 是美國軍事政府 要下去的 結果你都把這個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建立的光榮 都掛給什麼 都掛給林志生 我 我跟你說 這是不對的 美國軍政府 台灣民政府 你包含這個 抗毛 背後那支手是美軍 所以你第一個 榮譽要給的是 要給美軍 你怎麼給美軍 不是我們的秘書長 我們的秘書長 是敗在後面 你不要把他害 他就是因為這樣 讓美軍 你懷疑 不是說他在掛在後面 他在收割 他在做政治收割 你不要美國軍事政府 這裡出錢 出力 又出兵 齁 還幫你簽 立書幫你盜國 結果都叫你 叫你 叫你這些不正的孩子 齁 你這些圖子 圖孫幫你造神 你整個都要給他 整個都要給他收割走 你知道嗎 你跟國民黨是一樣的 你唱呢 你 你搶奪美國軍事政府 臺灣民政府的榮譽 你不可以像這個 美國軍政府臺灣 民政府是 是這個 我們這個臺灣民政府 是美國軍政府做的 所以你這個光榮 你要歸給美國軍事政府 那是讓美軍跟我們盜三個 你要說是為了 啊 秘書長就在那裡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去刺到人的眼睛 要出事情 就是人 美軍才不要給他救的 我們在先討論出來 的結論是這樣 奇怪你怎麼 美軍沒有給他救 我也在打 奇怪你美軍都沒有給他救 啊 要上上說說打 這在那裡用原因的 齁 這原因就是在那裡 齁 好 所以齁 這個秘書長 為什麽 無顧供 怪齁 原理就是我剛才說的 齁 啊 還有違反 美國法律齁 的 懲罰 以兩蔣父子 史無葬身之地為例 齁 集會和他們 別的這四都沒台 我告訴你他們 齁 我告訴你齁 是 我告訴你 十二支 十二支人 什麽你想的 到最壞 他們別的孩子都做 齁 死無葬身之地 可以說是人死後 可見可明白的 最大懲罰 可以說是 對十二支人 最大的懲罰 美軍如果用 死無葬身之地 對待一個人 可以說是 違反法律者 最惡毒的懲罰 死無路種 我們都知道 這的人 完全對 所以人不敢給你路種 這裡面有完全 齁 我們都知道齁 而蔣介石 及蔣經果 這兩大作間犯科的大惡人 在世的時候 又搞造神運動 粉飾自己 一生的罪孽 兩蔣死後 受此 死無葬身之地 報應 可以說是 給後世人 人類 借鏡 不可違反法律 即搞偶像 權威的崇拜 偶像崇拜在 所以 美軍是很討厭 可能就是因為 這點的關係 去找到 美軍的目標 所以 秘書長出事的時候 人家不敢給 對 人家不敢給 他萬五個位 才敢給 三 偶像 權威的崇拜 會導致政府官員的 集體犯罪 成為犯罪集團 偶像崇拜 為了既得利益的維護 一定違反法律 用暴民方式打壓法理 抗爭者 形成專制獨裁的暴政統治 偶像崇拜會導致 專 專制官員自己犯的法不用法 草民連點個燈都被官府說要放火 不幸借鏡良 兩獎專制獨裁國民黨黨國時期的中華民國台灣 這 我就不說了 這個專制獨裁會變成一種狀況 就是說 集體犯罪 沒人敢去辦 你辦集體犯不中 以前集體犯在台灣 好像通報 發什麼人人頭落地的人頭落地 所以 蔣介石是用法律在合法殺人 你知道嗎 集體犯是用法律在台台灣人 他用法律在屠殺台灣人 所以這變成說這 整個國民黨政府都 跟集體犯是共犯結構 他都用這個 集體犯固定的管理在台 都立委員法律在台 所以 集體犯是用他固定的管理用法律在台 這人轉型正義委員會裡面做出的結論 我覺得他說得對 蔣介石 這個 在統治台灣的時候 他 還有法律在堵殺台灣 在屁下台灣 好 這 這我要說 裡面真的是重罪 反人類罪和戰爭罪 這人美國軍事政府要追究 人要約他 所以 我告訴你 你不要搞偶像權威崇拜 那在美國軍事政府裡面 這人沒有 這人不通 你不要搞這一趟 還有你要守法力 不要搞偶像崇拜 還有你要守法力 人家很討厭搞偶像崇拜 齁 那你如果看 兩種人平仔仔一隻在大西陵城 齁 啊 這是 這是 金金國在大的地方 他屍 四五樓床的地方 在大西陵城 就在那裡,在那個慈虎,慈虎裡面 所以他們爬子在這兩個地方,都死無路上 什麼看你們裡面有很重大的環境 蔣介石是蔣經國這兩大作間犯科的大鱷人,史無葬身之地 成為無法入土為安的木蘭玉在桃園,是重罪的懲罰 你看他們的犯罪多年,美軍挑割也不讓他們做 你看,你若跟林港黑白有違反法論,還造神,還造神 你林港的比獎監就四國差,你看 你看他們兩個爬子竟然做做標本,木蘭玉,你知道嗎 跟他放在那裡,讓所有人看,看這就是獨裁者的下場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我看這個兩種靈情來講 那齁,我講是你跟他造談 你們就把你做做木蘭玉 對齁,所有人看 這就是你的生命,死在這 你知道嗎,倒在這 你知道嗎,他就變兩個木蘭,他也不能做什麼 這個,這個 兩,兩種是國民黨的這個什麼,心靈 他就把這個,他的心靈,死無路種 在詛咒國民黨 你看看,這個兩種靈情去放了之後 國民黨就都在百歲,有沒有 啊,大家都看有啊 蔣介石,這個,獨裁者,他最好買,他也是木蘭玉而已 啊,他也是會死的啊 啊,他也不能救國民黨,也不能救中華民國反共大陸,不可能啊 啊,這就是,美軍故意去走貪,酒戒酒他們爹的兒子 真的,你如果看有,就是照我的解釋是這樣 照我的解釋,我看到那個,兩種靈情,那就是跟他教訓 你如果以後,搞偶像崇拜,又跟我們上官的法律來說 你就算酒戒酒一樣 你連死,我都沒有放你什麼 那就是最大的懲罰了耶,所以我跟你說 酒戒酒他們爹的兒子,現在你接受侵犯耶 人四萬塊放他爹的兒子,我不知道你看有嗎 我的解讀是這樣,因為我看有的人 我看有人,美軍你講什麼 用酒戒酒你講,他們的事情 他違反這個相關法律,違反我美國法律 啊,還有你造神運動 你知道嗎,你的清法就是他爹的兒子 啊好,連我最欣賞喜歡的秘書長林志生 都會被叛軍連坐級迫害身陷牢獄之災 台灣美國軍事當局,卻沒有及時對他施救,有教訓他的意思 啊,我問你,美國有什麼教訓的秘書長 我們那時候是說怎麼會不得救 教理說要自己 怎麼會不得救 我們後來我們開會,我們就研究 我們三個人在那討論,差不多兩點鐘 想像各種原因 後來我們就得出一個結論,我跟你說 我在想就,剛才發生510的時候 那他510的隔幾個禮拜,隔幾個禮拜我不會去那時間 我們就開會討論 他的觀念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這樣 一,就是沒有把同心教育好,判軍平傳 後來那時候判斥很多 後來那一間處理,蔡吉原 一處理一兩千個 一罵,我們差不多台灣民眾那時候一罵人 那時候一罵人都處理 那是真的呢 那還大大小小的判軍平傳 那這個美國人一定會檢討說 你現在到底是怎樣 人家不會檢討嗎 你以為人家都索價做的 第二個 他的個性像發酵後的麵糰太膨 有時候他講的都比較膨,我們都知道 啊 我是很接受啦 但是有的人就覺得說 他這個人 我們就碰紅水雞啊 我是還好啦 我沒這麼說,但是 就 很多人都說他這個 像雜片集團 啊 我沒這麼說,我是說 他就 他就說話比較誇大一條 比較碰一條 有什麼比較碰,但是 他講的很多名字都真的啦 我們現在平同心說啦 人家講的喔 百分之八九十都真的啦 啊 他講的這個法理的方向都對的啦 因為我是在聽的法理 因為我全身在聽的就是 他講的這些相關的法理 你講的說人家 對我的造就三 我們來的時候我們只有三條法路而已 那個時候還沒信台灣 我剛才來的時候都只有三條而已 齁 齁,你如果受過分的老東西 你都做記錄齁 那個存你也都老的 都你說三件事情 齁,台灣的國際地位日暑美戰 第二個,台灣的這個什麼 齁,台灣國際有美國公主政府 怕你占領當中 第三,中華民國是林王政府 啊,我們現在要做台灣政府 我大概聽到這個案子來 我就來了 因為我知道他說的這個方向是對的 你講的是一個歷史事實 我們以前秘書長去跟我們教這三條而已 還沒有新台灣論的 連身份證都沒有 嘿,哪有什麼法理 三條而已 你買來不來隨你啊 三條 這樣我就十年了 真的我在這裡老十年了 啊,我都有好好的學識啊 所以我對這個法理真實啊 齁 我們你說的就是這個案子 齁 我們剛才他講的比較碰一段 齁 主要跟你說這個齁 童心對他造神沒有阻止 童心你對壁書你做事的時候 他沒辦法動 這樣你說,他要說不行 我不是神齁 我不是神齁 你不能把他碰到這麼多 你知道意思嗎 齁,是美國軍事政府 放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他這樣說反正 美軍會叫 還是他沒這樣說啊 他沒辦法動啊 啊,我們萊波雲你造神啊 你樹立 林志生的權威啊 這是不行的啊 因為我們未來你觀察的 不是林志生呢 是美國軍事政府呢 啊,你把秘書都用到那裡 聽到那裡 聽到那裡 林江是要聽林志生的 還是要聽台灣 還是要聽美國軍事政府的 這這樣變成功你知道嗎 這個,我們分年出的人 美軍沒有載到管啊 啊,人他沒這樣 人,美軍沒這種人啊 人,沒這種學員啊 我就說的 你,你的心中 第一個要放的是 美國軍事政府 你如果沒有這個 你一定是錯誤的答案 你,你給我聽到 他這個分年這個所在 他就沒做到 齁,我們的 那時候心裡面都擠的是誰 擠的是林志生 不是美國軍事政府 那不對的 你齁 心裡面,我們現在學員 你會記得齁 你心裡面第一個 位子 是要留給美國軍事政府 齁,我已經 跟各位解釋過 齁,我上面已經解釋過 我都沒說了 啊,他就是這個所在 犯的大忌 我們討論過 他說這樣對 齁,我就三個東京 在討論這個 他為什麼被割 太破 啊,那個 通信你造神 啊,都沒辦法 齁,齁 齁,照理說 你奧進一個的說 我,你我不是 你不能這樣 我不能幫他造神 我是幫你幫忙的 齁,啊,你要感謝他可以 你,感謝我也可以 但是你,你如果感謝我 林志生 你,緊張我 感謝什麼 幫忙我們台灣人的 美國軍事政府 他這樣說的時候 我說我一人 美軍會給他 他一定會給 但是他齁 這點都說我是 做人失敗 這點他就做一個失敗 他出事情 美軍才不夠求啊 好,你這麼厲害 你自己來啊 你都好棒棒啊 你都世界第一啊 你,林志生這麼厲害啊 台灣都給你啊 給你處理 我看你不知道要處理嗎 啊 那人就把它處理掉啊 就是這樣啊 都不夠求啊 啊,他總怪不夠的啊 啊,怪不夠的啊 啊,怪不夠的啊 整癌 整癌症發作啊 啊,買就走啊 啊,我沒辦法說 啊,我們就知道了 知道了我也不知道有改變了 啊,這是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比較 這都,我們都沒的 啊,沒的就發生了嘛 啊,所以我們 我們都要還行啦 我們自己都要還行啦 沒有將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的最大容易 歸給美軍政府及上帝 同心學院要想想 如果我們在美軍自下侵犯法律 或打法律插邊球的下場報應 將會更淒慘 同心學院應守法謹慎行事 哦 我就在說一個問題 他哦,應該跟這個什麼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的公路 第一個歸給美国軍事政府 這樣他就沒事情了 反正這關他就出不了 但是他沒這樣做 他說他好棒棒 假老,怕你戰爭中耶 這個名字是一般人打不掉的耶 這只有美軍打不掉耶 啊,你去做政治收割 你看人,美軍要怎麼看待這件事 齁,我們在想就討論說 為什麼美軍不掉 只要他說美軍要給他 他是美軍的啦,我知道了 他怎麼不給他 齁,因為他個人做這個 政治處理的時候他處理得不好 這算他個人的問題了 學員在造神的時候 你要把他動啊,你要把他背開啊 我不是神 齁,你第一要感謝的是美軍 如果有美軍才有什麼 他如果這樣說 我覺得他這關就超過了 但是他做得不好 他失敗了 我們的討論是在那裡 他就超過了 因為齁,他齁 這個人我都知道他的構成 他就要把他抱 齁,要人家抱啊 結果把他抱都害的啦 結果我們後來整個調查 他那裡的齁 那裡的齁 那裡的全部的判斤 我跟你說 都以前把比書長在那邊 造神給他抱的人 說你把他害 你抱比書長的人 就是你把他害 害到最重要的都這輩 後來我把他調查起來 幹這輩子都不知道 孩子 以前都把比書長造神在那裡 把他抱人 我說這叫生命度鬼 他自己抱 不一定是好事情 後來有那麼後來進名 把比書長在那邊 抱人的後來都做判斤 那裡都貌似中良 生命度鬼 這很不太害怕 他害他們說的 我都不會去抱人的 我都說是誰 我特別 我說我都會檢討 跟你說你要怎麼做的 比較好 就是說你不能照神 我們臺灣民眾 內部拜託不要再造神 你可以紀念秘書長 你可以 你可以感謝夫人 這個我都同意 但是不要太超過 拜託你一定把他害到 你 我跟你說 你把 我跟你說 以前的那些人生 把比書長害到 你不知道 我們現在存婦人 你要好好保護 不要再 不要再造神 給我們的婦人 造成困擾 不要 不要這樣子 你現在要保護他 你給秘書長的那個榮譽 適當就好 紀念都可以 我都同意 我們要尊重他 但是我跟你說 你不可以超越美軍 你要把最大的榮譽 歸給美軍 因為我說的 美軍人出錢 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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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集這些 國際消費者 這國家 支持 要做台灣政府 你知道嗎 人家出錢 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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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這件 打得很重 千金萬元 那是台灣人打不住的 你不能夠 這個你去拿 你沒那麼厲害 這局是美軍的局 你要看有 這我給各位做一個警告 我給各位警告 你心裡面要把美軍放在第一個位置 因為這是法律規定的 因為台灣的統局是美國不是統局 他會給你處理 你放心 不要人會幫你處理 人會幫你保護 暗後你修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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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我們內部造神 好好學法你 把事情簡單化 把事情簡單化 把我們的事情簡單化 修法律這樣就好了 我剛才說的要你修法律 我們絕對保平安 我們絕對美軍給我們執政 所以我們要當官員 我們要把自己弄得好 我們要美国監獄看 說 這個這樣不錯 還有60分 全部有修法律 來臨沒有賠償 沒有造神 我給他做一個檢定 有些人有分的 我新聞情法 你的八條 你都有好分的 這庫邊裡面 講的內容 你都清楚 有啊 美軍的派人都在查 有些有分的 你都像美軍說的 都沒有派人在台灣民眾裡面 拜託你不能把他賠償 我都會打破 我可以說 你不能這樣賠償 我可以說 我已經說了 你已經把他必須在海市了 你現在像我們這個富城 你如果 我還說你如果沒有我補 我還說 你如果他還 還在那補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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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你會去海很多 好 今天我們就講兩個 第一個 守法力 你要當台灣政府官 第一個守法力 第二個 我們尊重秘書長可以 適當就好 剛好就好了 因為我們今天又戰敗 你知道意思嗎 我們台灣民眾有這兵 戰敗的方向講的 你不能太強 太強 去撞到 撞到這個 人美軍的目標 你知道嗎 你要把最大的容力 歸給美軍 你知道嗎 人家出錢 出兵 出這個國際社會 包括我們日本國的母國 要來跟我們台灣人 做台灣政府 你知道嗎 這你知道出多少錢 出多少錢 你知道嗎 你會把最大的公路 歸給美國政府 台灣的美國政府 人家的公路地 好不好 今天就這兩點 希望 各位都能夠順利 當上台灣官員 都可以在平安 今天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